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878年 我在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后 就到内特里去进修军医的必修课程 我在那里读完了我的课程以后 立刻就被派往诺桑布兰第五名火枪团充当军医助理 这个团当时驻扎在印度 在我还没有赶到部队以前 第二次阿富汗战役就爆发了 我在孟买上岸的时候 听说我所属的那个部队 已经穿过山岸向前挺进 深入敌境了 虽然如此 我还是跟着一群和我一样调队的军官赶上前去 平安地到达了坎达哈 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团 马上担负起我的新职务 这次战役 给许多人带来了升迁和荣誉 但是带给我的却只是不幸和灾难 我在被转调到巴克州旅以后 就和这个旅一起参加了麦旺德那场绝死的激战 在这次战役中 我的肩部中了一粒截子而枪弹 打碎了肩骨 擦上了锁骨下面的动脉 若不是我那中勇的勤务兵Mory把我抓起来 扔到一匹驼马的背上 安全地把我带回英国阵地来 我就要落到那些残忍的嘎吉人的手中了 创痛使我行销鼓励 再加上长期的辗转劳顿 使我更加虚弱不堪 于是 我就和一大批商员一起 被送到了波舒尔的后方医院 在那里 我的健康状况 大大好转起来 可是当我已经能够在病房中稍稍走动 甚至还能在走廊上晒一会儿太阳的时候 我又病倒了 染上了我们印度属地的那种倒霉的疫症 伤寒 有好几个月 我都是昏迷不醒 奄奄一息 最后 我终于恢复了神志 逐渐全意起来 但是 病后的我 身体十分虚弱憔悴 因此经过医生会诊后 决定立即将我送回英国 一天也不许耽搁 于是 我就乘运兵团 奥伦蒂兹号 被遣送回国 一个月以后 我便在普斯茅斯的码头登岸了 那时 我的健康已是糟糕透了 几乎达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 但是 好心的政府 给了我九个月的假期 使我僵养身体 我在英国无亲无有 所以就像空气一样的自由 或者说是 像一个每天收入 十一仙令六便式的人那样 逍遥自在 在这种情况下 我很自然的 就被吸引进伦敦 这个大污水坑里去 大英帝国 所有的游民兰汉 也都是汇集到这里来的 我在伦敦 河滨马路上的一家公寓里 住了一些时候 过着既不舒适 又非常无聊的生活 钱一到手就花光了 大大超过了 我所能负担的开支 因此 我的经济情况 变得非常恐慌起来 我不久就看了出来 我必须离开这个大都市 移居到乡下去 要不就得彻底改变 我的生活方式 我选定了后一个办法 决心离开这家公寓 另找一个不太奢侈 而又花费不大的住处 就在我决定这样做的那天 我正站在 克莱提利安酒吧门前的时候 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小斯坦夫 他是我在巴子市的一个助手 在这茫茫人海的伦敦城中 居然能够碰到一个熟人 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来说 却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 斯坦夫当日并不是和我 特别要好的朋友 但现在我竟热情地向他招呼起来 他见到我似乎也很高兴 我在狂喜之余 立刻邀他到侯本餐厅去吃午饭 于是我们就一同乘车前往 当我们的车子 连连地穿过伦敦热闹街道的时候 他很惊奇地问我 花生 你进来干些什么 看你面黄鸡兽 只剩了一把骨头了 我把我的危险经历 简单地对他叙述了一下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 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他听完我的不幸遭遇以后 怜悯地说 可怜的家伙 你现在要做何打算呢 我回答说 我想找个住处 打算租几间价格不高 而又舒适一些的房子 不知道这个问题 能不能够解决 我的伙伴说 这真是件怪事 今天你是第二个对我说这样话的人了 我问到 头一个是谁 是一个在医院化验室工作的 今天早晨 他还在哀声叹气 因为他找到了几间好房子 但是租金很贵 他一个人住不起 可又找不到人跟他合租 我说 好啊 如果他真的要找个人合租的话 我倒正是他要找的人 我觉得有个伴比独自一个人住要好得多 肖斯坦夫从酒杯上很惊奇地望着我 他说 你还不知道 谢洛克福尔摩斯吧 否则你也许会不愿意和他做一个常年相处的伙伴来 嗯 为什么 难道 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啊 我不是说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他只是思想上有些古怪而已 他老是孜孜不倦地在研究一些科学 据我所知 他倒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我说 也许他是一个学医的吧 不是 我一点也摸不清他在钻研些什么 我相信他精于解剖学 又是一个第一流的药剂师 但是据我了解 他从来没有系统地学过医学 他所研究的东西非常杂乱 不成系统 并且也很离奇 但是 他却积累了不少稀奇古怪的知识 足以使他的教授都感到惊讶 我问道 你从来没有问过 他在钻研些什么吗 没有 他是不轻易说出心里话的 虽然在他高兴的时候 他也是滔滔不绝地很爱说话 我说 我倒很愿意见见他 如果我要和别人合住 我倒宁愿跟一个好学 而又沉静的人住在一起 我现在身体不大结实 受不了吵闹和刺激 我在阿富汗已经尝够了那种滋味 这辈子再也不想受了 我怎样才能见到你的这位朋友呢 我的同伴回答说 他现在一定是在化验室里 他要么就几个星期不去 要么就从早到晚在那里工作 如果你愿意的话 咱们吃完饭就坐车一块去 当然愿意了 我说 于是 我们又转到了别的话题上去 在我们离开侯本前往医院去的路上 史坦福又给我讲了一些关于那位先生的详细情况 他说 如果你和他处不来可不要怪我 我只是在化验室里偶然碰到他 略微知道他一些 此外 对于他我就一无所知了 既然你自己提议这么办 那么就不要叫我负责了 我回答说 如果我们处不来 散活也很容易 我用眼睛盯着我的同伴接着说道 史坦福 我看你对这件事情 似乎要缩手不管了 其中一定有缘故 是不是这个人的脾气真的那样可怕 还是有别的原因 不要这样吞吞吐吐的 他笑了一笑说 要把难以形容的事 用言语表达出来 可真不容易 嗯 我看福尔摩斯这个人 有点太科学化了 几乎近于冷血的程度 我记得有一次 他拿一小撮植物茧 给他的朋友尝尝 你要知道 这并不是出于什么恶意 只不过是出于一种钻研的动机 要想正确的了解这种药物的不同效果罢了 凭心而论 我认为他自己也会一口把它吞下去的 看来他对于确切的知识有着强烈的爱好 这种精神也是对的呀 是啊 不过也未免太过分了吧 后来他甚至在解剖室里 用棍子抽打尸体 这毕竟是一件怪事吧 抽打尸体 是啊 他是为了证明人死以后 还能造成什么样的伤痕 我亲眼看见过他抽打尸体 你不是说 他不是学医的吗 是啊 天晓得他在研究些什么东西 啊 现在咱们到了 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你自己瞧吧 他说着 我们就下了车 走进一条狭窄的胡同 从一个小小的旁门进去 来到一所大医院的侧楼 这是我所熟悉的地方 不用人领路 我们就走上了白石台阶 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走廊两臂刷得雪白 两旁有许多暗褐色的小门 靠着走廊尽头上 有一个滴滴的拱形过道 从这里一直通往化验室 化验室是一间高大的屋子 四面杂乱的摆着无数的瓶子 几张又矮又大的桌子 纵横排列着 上面放着许多蒸馏器 试管和一些闪动的蓝色火焰的 小小的本声灯 屋子里只有一个人 他坐在较远的一张桌子前面 扶在桌上 聚精会神地工作着 他听到我们的脚步声 回过头来瞧了一眼 接着就跳了起来 高兴地欢呼着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他对我的同伴大声说着 一面手里拿着一个试管 向我们跑来 我发现了一种试剂 只能用血色蛋白质来沉淀 别的都不行 即使他发现了金矿 也不见得会比现在显得更高兴 斯坦福给我们介绍说 这位是花生医生 这位是福尔摩斯先生 你好 福尔摩斯热忱地说 一边使劲握住我的手 我简直不敢相信 他会有这样大的力气 我看得出来 您到过阿富汗 我吃惊地问道 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没有什么 他咯咯地笑了 现在要谈的是 血色蛋白质的问题 嗯 没有问题 您一定会看出 我这发现的重要性了吧 我回答说 从化学上来说 无疑的这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在实用方面 怎么啊先生 这是近年来 实用法医学上 最重大的发现了 难道您还看不出来 这种事迹 能使我们在鉴别血迹上 百无一失吗 请到这边来 他急忙拉住我的袖口 把我拖到他原来工作的 那张桌子的前面 咱们弄点鲜血 他说着 用一根长针刺破自己的手指 再用一只吸管 吸了那滴血 现在 把这点鲜血 放到一公升水里去 您看 这种混合液与清水无异 血在这种溶液中 所占的成分 还不到百万分之一 虽然如此 我确信 咱们还是能够得到一种特定的反应 说着 他就把几粒白色结晶 放进这个容器里 然后又加上几滴透明的液体 不一会儿 这溶液就现出暗红色了 一些棕色颗粒 渐渐沉淀到瓶底上 哈哈 他拍着手 像小孩子拿到新玩具似的那样兴高采烈的喊道 您看怎么样 我说 看来这倒是一种非常精密的实验 妙极了 简直是妙极了 过去 用瓶窗木叶试验的方法 既难做又不准确 用显微镜检验血球的方法也同样不好 如果血迹已经干了几个钟头以后 再用显微镜来检验就不起作用了 现在 不论血迹新旧 这种新世纪看来都一样会发生作用 假如这个实验方法能早些发现 那么现在世界上数以百计的逍遥法外的罪人 早就受到法律的制裁了 我喃喃地说道 确实这样 许多刑事犯罪案件往往取决于这一点 也许罪行发生后几个月才能查出一个嫌疑犯 检查了他的衬衣或者其他衣物后 发现上面有褐色斑点 这些斑点究竟是血迹呢 还是泥迹 是铁锈 还是果汁的痕迹呢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使许多专家都感到为难的问题 可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没有可靠的检验方法 现在我们有了邪洛克福尔莫斯检验法 以后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 他说话的时候 两眼显得炯炯有声 他把一只手按在胸前 鞠了一躬 好像是在对许多想象之中 正在鼓掌的观众致谢似的 我看到他那兴奋的样子很惊奇 我说 我向你祝贺 去年 在法兰克福发生过 如果当时就有这个检验方法的话 那么他一定早就被绞死了 此外 还有布莱德夫的梅森 臭名昭著的摩勒 莫姆佩利亚的罗沃 以及新奥尔良的沙姆森 我可以举出20多个案件 在这些案件里 用这个方法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斯坦夫不禁大笑起来 他说 您好像是犯罪案件的活字典 您真可以创办一份报纸 起名叫做 警务新闻旧路报 读读这样的报纸一定很有趣味 福尔摩斯一面 把一小块橡皮膏贴在手指破口上 一面说 我不得不小心一点 他转过脸来对我笑了一笑 接着又说 因为我常和毒品接触 说着 他就伸出手来给我看 只见他的手上 几乎贴满了同样大小的橡皮膏 并且由于受到强酸的筋食 手也变了颜色 我们到你这儿来有点事情 斯坦夫说着 就坐在一只三角高凳上 并且用脚把另一只凳子向我这边推了一推 接着又说 我这位朋友要找个住处 因为你正抱怨着找不着人跟你合住 所以我想正好给你们两人介绍一下 福尔摩斯听了要跟我合住 似乎感到很高兴 他说 我看中了贝克街的一所公寓式的房子 对咱们两个人完全合适 但愿您不讨厌强烈的烟草气味 我回答说 我自己总是抽船牌烟的 那好极了 我常常搞一些化学药品 偶尔也做做试验 您不讨厌吗 绝不会 让我想想 我还有什么别的缺点呢 有时我心情不好 一连几天不开口 在这种情形下 您不要以为我是生气了 但听我自然 不久就会好的 嗯 您也有什么缺点 要说一说吗 两个人在同住以前 最好能够彼此 先了解了解对方最大的缺点 听到他这样追根问底 我不禁笑了起来 我说 我养了一条小骨头狗 我的神经受过刺激 最怕吵闹 每天不定什么时候起床 而且非常懒 在我身体健壮的时候 我还有其他一些坏习惯 但是目前主要的缺点 就是这些了 他又急切地问道 您把拉提琴 也算在吵闹范围以内吗 我回答说 那要看拉提琴的人了 提琴拉得好 那真是像鲜乐一般的动听 要是拉得不好的话 福尔摩斯高兴地笑着说 啊 那就好了 如果您对那所房子 还满意的话 我想咱们可以认为 这件事就算谈妥了 咱们什么时候去看看房子 他回答说 明天中午 你先到这儿来找我 咱们一起去 把一切事情都决定下来 我握着他的手说 好吧 明天中午准时见 我们离开的时候 福尔摩斯还在忙着做化学试验 我和斯坦福便一起向我所住的公寓走去 顺便问你一句 我突然站住 转过脸来向斯坦福说 真见鬼 他怎么会知道 我是从阿富汗回来的呢 我的同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他说 这就是他特别的地方 许多人都想要知道 他究竟是怎么看出问题来的 这不是很神秘吗 我搓着两手说 真有趣极了 我很感谢你把我们两人拉在一起 要知道 真是研究人类最恰当的途径 还是从具体的人着手 嗯 你一定得研究研究他 斯坦福在和我告别的时候 但是你会发现 他真是个难以研究的人物 我敢担保 他了解你 要比你了解他高明得多 再见吧 我答了一声 再见 然后 就漫步向着我的公寓走去 我觉得我心结实的这个朋友 非常有趣 按照福尔摩斯的安排 我们第二天又见了面 并且到上次见面时他所谈到的 贝克街221号椅那里看了房子 这所房子 共有两间舒适的卧室 和一间宽敞而又空气流畅的起居室 室内陈设 颇能使人感觉愉快 还有两个宽大的窗子 因此屋内光线充足 非常明亮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这些房间都很令人满意 我们分租以后 租金便更合适了 因此我们就当场成交 立刻租了下来 当晚 我就收拾行囊 从公寓搬了进去 第二天早晨 弗尔摩斯也跟着 把几只箱子和旅行皮包搬了进来 我们打开行囊 布置陈设 一直忙了一两天 尽可能安排妥善以后 我们就逐渐安定下来 对这个新环境 也慢慢的熟悉起来了 说实在的 弗尔摩斯并不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 他为人沉静 生活习惯很有规律 每晚很少在十点以后还不睡觉 早晨 他总是在我起床之前 就吃完早饭出去了 有时他把整天的时间都消磨在化验室里 或是在解剖室里 偶尔也步行到很远的地方去 所去的地方 好像是伦敦城的贫民窟一带 在他高兴的时候 绝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那份旺盛的经历 可是常常也会上来一股相反的尽头 整天的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 从早到晚 几乎一言不发 一动不动 每逢这样的时候 我总是看到他的眼里 有着那么一种茫然若失的神色 若不是他平日生活严谨而有节制 我真要疑心他有副麻醉剂的隐僻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 我对于他这个人的兴趣 以及对于他的生活目的何在的好奇心 也日益加深 他的相貌和外表 乍见之下 就足以引人注意 他 有六英尺多高 身体异常瘦笑 因此 显得格外奇长 目光锐利 细长的阴沟鼻子 使他的相貌显得格外激紧果断 下额方正而突出 说明他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 他的两手 虽然斑斑点点沾满了墨水和化学药品 但是动作却异乎寻常的熟练仔细 因为他摆弄那些精致易碎的化学仪器时 我常常在一旁观察着他 如果我承认福尔摩斯这个人 大大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也时时想设法攻破 他拿失口不谈自己的肩末壁垒 那么读者也许要认为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多事鬼吧 但是 在您下这样的结论以前 请不妨想一想 我的生活是多么空虚无聊 在这样的生活中 能够吸引我注意力的事物 又是多么贫乏 除非是天气特别情和 我的健康情况又不允许我到外面去 同时 我又没有什么好友来访 足以打破我单调的日常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 我自然就对围绕在我伙伴周围的 这个小小的秘密 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并且把大部分时间 肖默在设法揭穿这个秘密上 他并不是在研究医学 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自己证实了斯坦夫在这一点上的说法是正确的 他既不像是为了获得科学学位 而在研究任何学科 也不像是在采取其他任何一般的途径 使他能够进入学术界 然而 他对某些方面研究工作的热忱 却是惊人的 在一些稀奇古怪的知识领域内 他的学识却是异常的渊博 因此 他往往出于惊人 肯定的说 如果不是为了某种一定的目的 一个人绝不会这样辛勤地工作 以求获得这样确切的知识的 因为漫无目标 无书不读的人 他们的知识很难是非常精湛的 除非是为了某种充分的理由 否则 绝不会有人愿意在许多细微末节上 这样花费精力 他的知识贫乏的一面 正如他的知识丰富的一面 同样的惊人 关于现代文学 哲学和政治方面 他几乎一无所知 当我引用托马斯卡莱尔的文章的时候 他傻里傻气地问我 卡莱尔究竟是什么人 他干过些什么事情 最使我惊讶不已的是 我无意中发现他竟然对于 戈白尼学书以及太阳系的构成 也全然不解 当此十九世纪 一个有知识的人 居然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运行的道理 这件怪事简直令我难以理解 他看到我吃惊的样子 不觉微笑着说 你似乎感到吃惊吧 即使我懂得这些 我也要尽力把它忘掉 把它忘掉 他解释道 你要知道 我认为人的脑子 本来像一件空空的小阁楼 应该有选择地把一些家具装进去 只有傻瓜才会把它碰到的各种各样的破烂砸碎 一股脑装进去 这样一来 那些对他有用的知识反而被挤了出来 或者最多不过是和许多其他的东西缠杂在一起 因此在取用的时候也就感到困难了 所以一个会工作的人 在他选择要把一些东西装进他的那间小阁楼式的头脑中去的时候 他确实是非常仔细小心的 除了工作中有用的工具以外 他什么也不带进去 而这些工具 有样样具备 有条有理 如果认为这间小阁楼的墙壁富有弹性 可以任意伸缩 那就错了 请相信我的话 总有一天 当你增加新知识的时候 你就会把以前所熟悉的东西忘了 所以 最要紧的是 不要让一些无用的知识 把有用的挤出去 我分辨说 可是 那是太阳系的问题啊 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 你说咱们是绕着太阳走的 可是 即使咱们是绕着月亮走 这对于我或者对于我的工作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几乎就要问他 他的工作究竟是什么的时候 我从他的态度中看出来 这个问题 也许会引起他的不高兴 于是 我便把我们的短短谈话 考虑了一番 尽力想从这里面 得出一些 可攻推论的线索来 他说 他不愿去追求那些 与他所研究的东西 无关的知识 因此他所具有的一切知识 当然都是对他有用的了 我就在心中 把他所了解的特别深的学科 一一列举出来 而且用铅笔把它写了出来 写完一看 我忍不住笑了 原来是这样的 文学知识 无 哲学知识 无 天文学知识 无 政治学知识 浅薄 植物学知识 不全面 但对于浪序制剂和鸦片 却知之甚强 对读剂有一般的了解 而对于实用原艺学 却一无所知 地质学知识 偏于实用 但也有限 但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质 他在散步回来后 曾把剑在他的裤子上的泥点给我看 并且能根据泥点的颜色和坚实程度 说明是在伦敦什么地方建成的 化学知识 精深 解剖学知识 准确 但无系统 精显文学 很广博 他似乎对近一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恐怖事件 都深知底细 提琴拉得很好 膳食棍棒 也精于刀剑权术 关于英国法律方面 他具有充分实用的知识 我写了这些条 狠觉失望 我把他扔在火里 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我把这些本领 一一联系起来 以求找出一种 需要所有这些本领的行业来 但结果 并不能弄清这位老兄 究竟在搞些什么的话 那我还不如马上放弃 这种企图为妙 我记得在前面曾提到过 他拉提琴的本事 他提琴拉得很出色 但也像他的其他本领一样 有些古怪出奇之处 我深知他能拉出一些曲子 而且还是一些很难拉的曲子 因为在我的请求之下 他曾经为我拉过几支 门德尔松的短歌 和一些他所喜爱的曲子 可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 他就难得会拉出 什么像样的乐曲 或是大家所熟悉的调子 黄昏时 他靠在扶手椅上 闭上眼睛 信手弹弄着平放在膝上的提琴 有时琴声高亢而忧郁 有时又古怪而欢唱 显然这些琴声 反映了当时支配着他的某种思潮 不过这些曲调是否助长了他的这种思潮 或者仅仅是一时兴之所致 我就无法端言了 对于他的那些刺耳的独作 我感到十分不耐烦 如果不是他常常在这些曲子之后 接连拉上几支我喜爱的曲子 作为对我耐心的小小补偿 我真要暴跳起来了 在头一两个星期中 没有人来拜访我们 我曾以为我的伙伴也像我一样 孤零零的没有朋友 可是不久我就发现 他有许多相识 而且是来自社会上 各个迥然不同的阶层的 其中有一个人 面色发黄 张头鼠脑 生着一双黑色的眼睛 经福尔摩斯介绍 我知道他叫雷斯吹的先生 这个人每星期要来三四次 一天早上 有一个时髦的年轻姑娘来了 坐了半个多钟头才走 当天下午又来了一个 头发灰白 衣衫蓝绿的客人 模样很像个犹太小贩 他的神情似乎非常紧张 身后还紧跟着一个 拉拉踏踏的老妇人 还有一次 一个白发绅士 拜访了我的伙伴 另外一回 一个穿着棉容制服的 火车上的茶房来找他 每当这些奇特的客人 出现的时候 谢洛克福尔摩斯 总是请求让他使用起居室 我也只好回到我的卧室里去 他因为给我带来 这样的不便 常常向我道歉 他说 我不得不利用这间 起居室作为办公的地方 这些人都是我的顾客 这一次 我又找到了一个单刀直入 向他提出问题的好机会 但是 为了谨慎其见 我又没有勉强 他对我吐露真情 我当时想 他不弹出他的职业 一定有某种重大理由 但是 他不久就主动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打破了我原来的想法 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三月四日 我比平时起得早了一些 我发现 福尔摩斯还没有吃完早餐 房东太太一向知道 我有晚起的习惯 因此餐桌上没有安排我的座位 我的一份咖啡也没有预备好 我一时没有道理地发起火来 立刻按铃 简洁地告诉房东太太 我已准备早餐 于是我从桌上 拿起一本杂志翻翻 借此消磨等待的时间 而我的同伴却一声不响地 只管嚼着他的面包 杂志上有一篇文章 标题下面有人画了铅笔道 我自然而然地就先看了这一篇 文章的标题似乎有些夸大 叫做什么 生活保健 这篇文章企图说明 一个善于观察的人 如果对他所接触的事物 加以精确和系统的观察 他将有多么大的收获 我觉得这篇文章很突出 虽有其精明独到之处 但也未免荒唐可笑 在论理上 他严密而紧凑 但是在论断上 据我看来 也未免牵强附会 夸大其词 作者声称 从一个人瞬息之间的表情 肌肉的每一牵动 以及眼睛的每一转动 都可以推测出 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来 根据作者的说法 对于一个在观察和分析上 素有断电的人来说 欺骗是不可能的事 他所做出的结论 真和欧几里德的定理 一样的准确 而这些结论 在一些门外汉看来 确实惊人 在他们弄明白 他所以得到 这样结论的各个步骤以前 他们真会把他当作一个 未卜先知的神人 作者说 一个逻辑学家 不需亲眼见到 或者听说过大西洋 或尼加拉瀑布 他能从一滴水上 推测出 它有可能存在 所以整个生活 就是一条巨大的链条 只要见到其中的一环 整个链条的情况 就可以推想出来了 推断和分析的科学 也像其他记忆一样 只有经过长期 和耐心的钻研 才能掌握 人们虽然 尽其毕生经历 也未必能够达到 登峰造极的地步 初学的人 在着手研究极其困难的 有关事物的精神 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前 不妨先从掌握 较浅显的问题入手 比如遇到了一个人 一撇之间就能辨识出 这人的历史和职业 这样的锻炼 看起来好像幼稚无聊 但是它却能够使一个人的 观察能力变得敏锐起来 并且教导人们 应该从哪里观察 应该观察些什么 一个人的手指甲 衣袖 靴子和裤子的膝盖部分 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 剪子 表情 衬衣袖口等等 不论从以上所说的哪一点 都能明白地显露出 他的职业来 如果把这些情形联系起来 还不能使案件的调查人 恍然领悟 那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了 我读到这里 不仅把杂志往桌上一丢 大声说道 真是废话连篇 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无聊的文章 哪篇文章 福尔摩斯问道 啊 就是这篇文章 我一面坐下来吃早餐 一面用小石子指着那篇文章说 我想你已经读过了 因为你在下面还画有铅笔道 我并不否认这篇文章写得很漂亮 但是我读了之后 还是不免要生气 显然这是哪一位保时中日 无所事事的懒汉 坐在他的书房里 闭门造车的空想出来的一套似是而非的妙论 一点也不契合实际 我倒愿意试一试 把他关进地下火车的三等车厢里 叫他把同车人的职业一个个都说出来 我愿跟他打个赌 一千对一的赌注都行 那你就输了 福尔摩斯安详地说 那篇是我写的 听福尔摩斯说 那篇荒唐的文章是他写的 我不免惊奇地问 是你 对了 我在观察和推理两方面 都具有特殊的才能 我在那篇文章里所提出的那些理论 在你看来正是荒谬绝论 其实他却非常实际 实际到这样的程度 甚至我就是靠着他 挣得我这份干烙和面包的 你怎样靠他生活呢 我不禁问他 啊 我有我自己的职业 我想全世界上干这行职业的人 恐怕只有我一个 我是一个咨询侦探 也许你能够理解 这是一个什么行业吧 在这伦敦城中 有许多官方侦探和私人侦探 这些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来找我 我就设法把他们引入正轨 他们把所有的证据提供给我 一般说来 我都能凭着我对犯罪史的知识 把他们的错误纠正过来 犯罪行为都有他非常类似的地方 如果你对一千个案子的详情细节 都能了如指掌 而对第一千零一个案件 竟不能解释的话 那才是怪事呢 雷斯吹的是一位著名的侦探 最近他在一桩伪造案里坠入无礼物中 所以他才来找我 还有另外那些人呢 他们多半是由私人侦探指点来的 都是遇到一些麻烦问题 需要别人加以指引的 我仔细听取他们的事实经过 他们则听取我的意见 这样费用就装进我的口袋里了 我说 你的意思是说 别人虽然亲眼目睹各种细节 但都无法解决 而你足不出户 却能解释某些疑难问题吗 正是如此 因为我有那么一种利用直觉分析事物的能力 监货也会遇到一些稍微复杂的案件 那么我就得奔波一番 亲自出马侦查 你知道 我有许多特殊的知识 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案件上去 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 那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几点推断法则 虽曾惹起你的善效 但在实际工作中 对我却有着无比的价值 观察能力是我的第二天性 咱们初次会面时 我就对你说过 你是从阿富汗来的 你当时好像还很惊讶 没问题 一定有人告诉过你 没有那回事 我当时一看就知道 你是从阿富汗来的 由于长久以来的习惯 一系列的思索 非也是的略过我的脑迹 因此在我得出结论时 竟未觉察出结论所经的步骤 但是 这中间是有着一定的步骤的 在你这件事上 我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这一位先生 具有医务工作者的风度 但却是一副军人气概 那么显然 他是个军医 他刚从热带回来 因为他脸色油黑 但是从他手腕的皮肤 黑白分明看来 这并不是他原来的肤色 他面容憔悴 这就清楚地说明 他是久病出狱 而又历尽了艰苦 他左臂受过伤 现在动作起来 还有些僵硬不便 试问 一个英国的军医 在热带地方历尽艰苦 而且必不负过伤 折腾在什么地方呢 自然只有在阿富汗了 这一连串的思想 历时不到一秒钟 因此我便脱口说出 你是从阿富汗来的 你当时还感到惊奇呢 我微笑着说 听你这样一解释 这件事还是相当简单的 你是我想起 艾德加艾伦普的作品中的 侦探人物都搬来了 我真想不到除了小说以外 实际上竟会真有 这样的人物存在 福尔摩斯站了起来 点燃他的烟斗 他说 你一定以为 把我和独办相提并论 就是称赞我了 可是在我看来 独办实在是个 微不足道的家伙 他先静默一刻钟 然后才突然道破 他的朋友的心事 这种伎俩 未免过于做作 过于肤浅了 不错 他有些分析问题的天才 但绝不是 埃伦普想象中的 非凡人物 我问道 你读过 加布利奥的作品吗 你对了高克 这个人物的评价如何 他可算得上 是一个侦探吗 福尔摩斯轻蔑地哼一声 他恶声恶气地说道 勒高克是个不中用的笨蛋 他只有一件事还值得提一提 就是他的经历 那本书简直是我腻透了 书中的主题只是谈到 怎样去辨识不知名的罪犯 我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解决这样的问题 可是勒高克 却费了六个月左右的功夫 有这么长的时间 真可以给侦探们 写出一本教科书了 教导教导他们 应当避免些什么 我听到他把我所钦佩的两个人物 说成这样一文不值 心中感到非常恼怒 我便走到窗口 望着热闹的街道 我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人也许非常聪明 但是他也太骄傲自负了 福尔摩斯不满地抱怨说 这些天来一直没有罪案发生 也没有发现什么罪犯 干我们这行的 头脑真是没用了 我深知我的才能 足以使我成名 从古到今 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 在侦查罪行上 既有天赋 又有这样精湛的研究 可是结果怎样呢 竟没有罪案可以侦查 顶多也不过是些 简单幼稚的罪案 犯罪动机浅显易见 就连苏格兰场的人员 也能一言识破 我对他这种大言不惭的谈话 愚怒未夕 我想 最好还是换个话题 我不知道这个人在找什么 我指着一个体格魁梅 衣着朴素的人说 他正在街那边慢慢地走着 焦急地寻找着门牌号码 他的手中拿着一个蓝色大信封 分明是个送信的人 福尔摩斯说 你是说那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军曹吗 我心中暗暗想到 又在吹牛说大话 他明知我没法证实他的猜测是否正确 这个念头还没有从我的脑中消逝 只见我们所观察的那个人 看到了我们的门牌号码以后 就从街对面飞快地跑了过来 只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楼下有人用低沉的声音讲着话 接着 楼梯上便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这个人一走进房来 便把那封信交给了我的朋友 他说 这是给福尔摩斯先生的信 这正是把福尔摩斯的傲气 挫折一下的好机会 他方才信口呼说 全没想到会有目前这一步 我尽量用温和的声音说道 小伙子 请问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当差的先生 那人粗声粗气地回答说 我的制服修补去了 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我一面问他 一面略带恶意地瞟了我同伴一眼 君曹先生 我在皇家海军陆战轻步兵队中服务过 先生 没有回信吗 好吧 先生 他碰了一下脚跟 举手敬礼 然后走了出去 我同伴的理论的实践性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我承认 这确实是我大吃一惊 因此我对他的分析能力也就更加钦佩了 但是在我心中仍然潜藏着某些怀疑 唯恐这是他事先布置好的圈套 打算捉弄我一下 至于捉弄我的目的何在 我就不能理解了 当我瞧着他的时候 他已经读完来信 两眼茫然出神 若有所思 我问他 你怎么推断出来的呢 他粗声粗气的问道 推断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军巢呢 我没有功夫谈这些琐碎的事 他粗鲁的回答说 然后又微笑的说 请原谅我的无礼 你把我的思路打断了 看这不要紧 那么说 你真的看不出他曾是个海军陆战队的军巢吗 真的看不出 了解这件事是比较容易的 可是要说明我怎样了解他的 却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要你证明二加二等于四 你不免要觉得有些困难了 然而你却知道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我隔着一条街就看见这个人的手背上刺着一只蓝色大矛 这是海员的特征 况且他的举止有颇有军人气概 留着军人式的落腮胡子 因此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个海军陆战队员 他的态度有些自高自大 而且带有一些发号施令的神器 你一定也看得出他那副昂首挥杖的姿态了吧 从他的外表上看来 他又是一个既稳健而又庄重的中年人 所以根据这些情况 我就相信他当过军巢 我情不自禁的喊道 妙极了 这也平淡无奇 福尔摩斯说 但是从他的脸上的表情看来 我认为他见到我十分惊讶 并且流露出钦佩的神情 他也感到很高兴 我刚才还说没有罪犯 看来我是说错了 看看这个 他说着就把送来的那封短信扔到我的面前 哎呀 我草草的看了一下 不由的叫了起来 这真可怕 他很震惊的说 这件事看来确实不寻常 请你大声的把信给我念一念好吗 下面就是我念给他听的那封信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昨夜 在布里克斯顿路的尽头 劳瑞斯顿花园街三号 发生了一件凶杀案 今晨两点钟左右 巡逻警察忽见该处有灯光 因素系该房无人居住 故而怀疑出了什么差错 该巡警发现房门大开 前世空无一物 中有男尸一具 该师衣着齐整 袋中装有名片 尚有Enoch接追伯 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成人等字眼 既无被抢劫迹象 亦未发现任何能说明致死原因之证据 屋中虽有几处血迹 但死者身上并无伤痕 死者如何进入空屋 我们百思莫解 深感此案 棘手之志 至惜在十二时以前 惠灵该处 我将在此恭候 在接奉回事前 现场一切 均将保持圆状 如果不能立临 依必将详情奉告 唐蒙指教 则不胜赶河之志 特拜尔斯·格莱森上 我的朋友说道 格莱森在伦敦警察厅中 不愧是首屈一指的能干人物 他和雷斯吹的都算是 那一群蠢货之重的佼佼者 他们两人也称得上是 眼明手快 急紧干练了 但都音循守旧 而且守旧的厉害 他们彼此 鸣枪案件 勾心斗角 就像两个 卖笑妇人似的 多猜善度 如果这两个人 都插手这件案子的话 那就一定会 闹出笑话来的 看到弗尔摩斯还在不慌不忙 若无其事地侃侃而谈 我非常惊讶 因此我大声叫道 这是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 要我给你雇辆马车来吗 连去不去我还没有肯定呢 我确实是世界上少有的懒鬼 可是那只是当我的懒劲上来的时候才这样 因为有时我也非常敏捷 什么 这不正是你一直盼望的机会吗 亲爱的朋友 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如果把这件案子全盘解决了 肯定地说 格雷森和雷斯推特这帮人 是会把全部功劳决为己有的 这是因为我是个非官方人士的缘故 但是他现在是求助于你啊 是的 他知道我胜他一筹 当我面他也会承认 但是 他宁愿割掉他的舌头 也绝不让在任何第三者的面前承认这一点 虽然如此 咱们还是可以瞧瞧去 我可以自己单干 一个人破案 即使我得不到什么 也可以嘲笑他们一番 走吧 他披上他衣 那种匆忙的样子 说明他那跃跃欲舍的心情 已经压倒了无动于衷和消极冷淡的一面 他说 戴上你的帽子 你希望我也去吗 是的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要做的话 一分钟以后 我们就坐上了一辆马车 急急忙忙的向 布里克斯顿路逝去 这是一个阴霾多雾的早晨 屋顶上笼罩着一层灰褐色的围蔓 恰似下面 泥泥街道的反应 我同伴的兴致很高 喋喋不休地大谈 意大利克里莫娜出产的提琴 以及斯特拉迪瓦利提琴 与阿玛迪提琴之间的区别 而我却一言不发 静悄悄地听着 因为沉闷的天气和这种令人伤感的任务 使我的情绪非常消沉 最后 我终于打断了福尔摩斯在音乐方面的议论 你似乎不大考虑眼前这件案子 他回答说 还没有材料呢 没有掌握全部证据之前 先做出假设来这是绝大的错误 那样会使判断产生偏差 你很快就可以得到材料了 我一面说 一面用手指着前面 若是我没有弄错的话 这就是布里克斯顿路 那里就是出事所在的房子 嗯 正是 停下车夫 快停车 我们离那所房子还有一百码左右 他就坚持要下车 剩下的一段路 我们就不行 劳瑞斯顿花园街三号 从外表看来就像是一座凶宅 这里一连有四幢房子 一街稍远 两幢有人居住 两幢空着 三号就是空着的一处 空房的临街一面有三排窗子 因为无人居住 景况极为凄凉 尘封的玻璃上到处贴着招租的帖子 好像眼睛上的白衣一样 每座房前都有一小片草木丛生的花园 把这几所房子和街道隔开 小花园中有一条用黏土和石子铺成的黄色小径 一夜大雨 到处泥泥不堪 花园唯有矮墙 高约三英尺 墙头上装着木栅 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一墙站着 周围有几个闲人 引颈翘手地往里张望着 希望能瞧一眼屋中的情景 但是什么也瞧不见 我当时猜想 福尔摩斯一定会立刻奔进屋去 马上动手研究这个神秘的案件 可是他似乎并不着急 他显出一种漫不经心的样子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这未免有点装腔作势 他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茫然地注视着地面 一会儿又凝视天空和对面的房子 以及墙头上的木栅 他这样仔细地查看以后 就慢慢地走上小镜 或者应该说 他是从路边的草地上走过去的 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小镜的地面 他有两次停下脚步 有一次我看见他还露出笑容 并且听到他满意地欢呼了一声 在这潮湿而泥泥的黏土地面上 有许多脚印 但是由于警察来来往往 从上面踩过 我真不明白 我的同伴怎能指望 从这上面辨认出什么来 然而至今我还没有忘记 那次他如何出奇地证明了 他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因此我相信 他定能看出许多我所瞧不见的东西 在劳瑞斯顿花园街三号的门口 有一个头发浅黄 脸色细白的高个儿的人 过来迎接我们 他的手里拿着笔记本 他跑上前来 热情地握住我的同伴的手说 你来了 实在太好了 我把一切都保持圆壮未动 可是那个除外 我的朋友指着那条小路说 即使有一群水牛从这里走过 也不会弄得比这更糟了 没问题 格雷森 你准以为自己已经得出了结论 所以才允许别人这样做的吧 这个侦探咄咄咄咄咄地说 我在屋里忙着 我的同事雷斯瑞德先生也在这 我把外面的事都托付给他了 福尔摩斯看了我一眼 嘲弄似的把眉毛扬了一扬 他说 有了你和雷斯瑞德这样两位人物在场 第三个人当然就不会再发现什么了 格雷森搓着两只手很得意地说 我认为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 这个案子的确很离奇 我知道这正适合你的胃口 你没有坐马车来吗 福尔摩斯问道 没有现场 雷斯瑞德也没有吗 他也没有现场 那么咱们到屋子里去瞧瞧 福尔摩斯问完这些前后不连贯的话以后 便大踏步走进房中 格雷森跟在后面 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有一条短短的过道通向厨房 过道地上没有铺地毯 灰尘满地 过道左右各有一门 其中一个分明已经有很多星期没有开过了 另一个是餐厅的门 惨案就发生在这个餐厅里面 福尔摩斯走了进去 我跟在他的后面 心情感到异常沉重 这是由于死尸所引起来的 这是一间方形大屋子 由于没有家具陈设 因此格外显得宽大 墙壁上护着廉价的花枝 有些地方已经斑斑点点的有了煤迹 有的地方还大片大片的剥落下来 露出里面黄色的粉墙 门对面有一个漂亮的壁炉 壁炉框是用白色的假大理石做的 炉台的一端放了一段红色蜡烛头 屋里只有一个窗子 一场污浊 因此室内光线非常昏暗 到处都蒙上一层暗淡的色彩 屋内击土尘封 更加深了这种情调 这些景象是我后来才看到的 当我进去的时候 我的注意力就全部集中在 那个万分可怕的尸体上 他仰卧在地板上 一双茫然无光的眼睛 凝视着褪了色的天花板 死者大约有四十三四岁 中等身材 宽宽的肩膀 一头黑黑的卷发 并且留着较硬的胡子 身上穿着厚厚的黑泥礼服上衣和背心 浅色裤子 装着洁白的硬顶和袖口 身旁地板上 有一顶整洁的礼帽 死者紧握双拳 两臂伸张 双腿交叠着 看来在他临死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番痛苦的挣扎 他那僵硬的脸上 露出恐怖的神情 据我看来 这是一种愤恨的表情 是我生平所没有见过的 凶恶的外貌 加上刺牙咧嘴的怪状 非常可怖 再配上那副低消的前额 扁平的鼻子和突出的下巴 看来很像一个怪模怪样的扁平猿猴 此外 那种极不自然的痛苦翻腾的姿态 使他的面貌变得一发可怕 我曾经见过各式各样的死人 但是还没有见过 比这个伦敦市郊大道旁的 黑暗污浊的屋中 更为可怖的景象 一向销售而具有 侦探家风度的雷斯推的 这时正站在门口 他向我的朋友和我打着招呼 他说 这件案子 一定要轰动全城了 那先生 我也不是一个没有经历的新手了 可是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离奇的事 格莱森问道 没有什么线索 雷斯推的随声附和的说 一点也没有 福尔摩斯走到尸体跟前 跪下来 全神贯注的检查着 你们肯定没有伤痕吗 他一面问 一面指着四周的血迹 两个侦探 一口同声的回答说 确实没有 那么 这些血迹 一定是另一个人的了 也许是凶手的 如果这是一件凶杀案的话 这就使我想起了1834年 尤摩斯科特地方的范杰森死时的情况 盖森 你还记得那个案件吗 不记得了先生 你真应该把这个旧案重读一下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新鲜事 都是前人做过的 他说话的时候 灵敏的手指这里摸摸 那里暗暗 一会儿又解开死人的衣扣 检查一番 他的眼里又现出前面我谈到的那种茫然的神情 他检查得非常迅速 而且是出我意料的细致和认真 最后 他嗅了嗅死者的嘴唇 又瞧了一眼死者漆皮靴子的靴底 他问道 尸体一直没有动过吗 除了进行我们必要的检查之外 再没有动过 现在可以把他送去埋葬了 他说 没有什么再需要检查的了 格莱森已经准备了一副担架和四个抬担架的人 他一招呼 他们就走进来把死者抬了出去 当他们抬起死尸时 有一只戒指滚落在地板上 雷斯吹得连忙把他拾了起来 莫名其妙地瞧着 他叫道 一定有个女人来过 这是一只女人的结婚指环 他一边说着 一边把拖着戒指的手伸过来给大家看 我们围上去看 这只朴素的金戒指 无疑的是新娘待用的 格莱森说 这样一来更加是案件复杂化了 天晓得 这个案子本来就够复杂的了 福尔摩斯说 你怎么知道这只指环 就不能使这个案子更清楚一些呢 这样呆呆地瞧着它是没有用处的 你在一带里检查出什么来了 都在这 格莱森指着楼梯最后一级上的一小堆东西说 一只金表 97163号 伦敦巴洛的公司制 一根又重又结实的Airboard金链 一枚金戒指 上面刻着共机会的绘灰 一枚金别针 上面有个虎头狗的脑袋 狗眼是两颗红宝石 俄国皮的名片夹 里面印着克里夫兰 Enoch接追不的名字 四手和衬衣上的 一阶第三个缩写字母相符 没有钱包 只有些零钱 一共七英镑十三显灵 一本秀真版的普加球的小说《十日谈》 飞页上写着 约瑟夫·斯坦杰森的名字 此外还有两封信 一封是寄给追博的 一封是给约瑟夫·斯坦杰森的 是寄到什么地方的 河滨路美国交易所 留交本人自取 两封信都是从 盖恩轮船公司寄来的 内容是通知他们 轮船从利物谱开行的日期 可见这个倒霉的家伙 是正要回纽约去的 你们可曾调查过 斯坦杰森这个人吗 先生 我当时立刻就调查了 格莱森说 我已经把广告稿 送到各家报馆去刊登 另外又派人到 美国交易所去打听 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你们跟 克里夫兰方面联系了吗 今天早晨 我们就派出电报去了 你们怎样询问的 我们只是把这件事的情况 详细说明一下 并且告诉他们说 希望他们告诉我们 对我们有帮助的任何情报 你没有提到 你认为是 关键性问题的细节吗 我问到了 斯坦杰森这个人 没有问到别的 难道整个案子里 就没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你不能再拍个电报吗 格莱森生气的说 我在电报上 把我要说的都说了 弗尔摩斯暗自笑了一笑 他正要说些什么 这时雷斯推特又来了 洋洋得意的搓着双手 我们和格莱森在屋里谈话的时候 他在前屋里 格莱森先生 他说 我刚才发现了一件顶顶重要的事情 要不是我仔细地检查了墙壁 就会把它漏过了 这个小个子说话时 眼睛闪闪有光 显然是因为他胜过了他同僚一招 而在自鸣得意 到这边来 他一边说着 一边很快地回到前屋里 由于尸体已经抬走 屋中空气似乎清新了许多 好 请站在那里 他在靴子上 哗然了一根火柴 举起来 照着墙壁 瞧瞧那个 他得意地说 我前面说过 墙上的花纸 已经有许多地方剥落了下来 就在这个墙角上 在有一大片花纸剥落的地方 露出了一块粗糙的黄色粉墙 在这处没有花纸的墙上 有一个用鲜血潦草写成的字 拉起 你对这个字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侦探像马戏般的老板 夸耀自己的把戏一样大声说道 这个字所以被人忽略 因为它是在屋中最黑暗的角落里 谁也没有想起到这里来看看 这是凶手站着他 或者是他自己的鞋血的 瞧 还有鞋顺墙往下流的痕迹呢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无论如何这绝不是自杀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角落鞋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看 壁炉上的那段蜡烛 当时它是点朝的 如果是点着的 那么这个墙角就是最亮 而不是最暗的地方了 格莱森轻蔑地说 可是 你就是发现了这个字迹 又有什么意义呢 什么意义吗 这说明写字的人 是要写一个女人的名字 Richard 但是有什么事打搅了她 因此她或者是她 就没有来得及写完 你记住我的话 等到全案弄清楚以后 你一定能够发现一个名叫 Richard的女人 和这个案子有关系 你现在竟可以笑话我 弗尔摩斯先生 你也许是非常聪明能干的 但归根基里 生姜还是老的辣 我的同伴听了她的意见后 不禁纵声大笑起来 这样就激怒了这个小个子 弗尔摩斯说 实在对不起 你的确是我们三个人中 第一个发现这个字迹的 自然应当归功于你 而且正如你所说的一样 由此可以充分看出 这字是昨夜惨案中 另一个人写的 我还没有来得及检查这间屋子 你如允许 我现在就要进行检查 她说着 很快就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卷尺 和一个很大的圆形放大镜 她拿着这两样工具 在屋里默默地走来走去 有时站住 有时跪下 有一次竟趴在地上了 她全神贯注地工作着 似乎把我们全都忘掉了 她一直在自言自语地 低声咕弄着 一会儿惊呼 一会儿叹息 有时吹起口哨 有时又想充满希望 受到鼓舞似的小声叫了起来 我在一旁观察她的时候 不禁想起了训练有素的 纯种猎犬 在丛林中跑来跑去 吟吟吠叫 一直到她嗅出猎物的冲击 才肯罢休的样子 她一时检查了二十分钟 小心翼翼地测量了一些痕迹之间的距离 这些痕迹 我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 偶尔她也令人不可思议地用卷尺测量墙壁 后来她非常小心地从地板上什么地方 捏起一小撮灰色尘土 并且把它放进一个信封里 接着她用放大镜检查了墙壁上的血渍 非常仔细地观察了每个字母 最后她似乎很满意了 于是就把卷尺和放大镜装进衣袋中去 她微笑着说 有人说天才就是无止境地吃苦耐劳的本领 这个定义下得很不恰当 但是在侦探工作上倒还适用 莱森和雷斯推得十分好奇地 带着几分轻蔑地一直看着这位私家同行的动作 他们分明还没有明白 我现在已经渐渐理会了的 福尔摩斯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都具有他实际的而有明确的目的 他们两人齐声问道 先生 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的同伴说 如果我竟帮起你们来 我就未免要夺取两位在这一案件上所建树的功劳了 你们现在进行得很顺利 任何人都不便从中插手 他的话中满含讥讽意味 他接着又说 如果你们能把侦察的进行情况随时建告 我也愿尽力协助 现在我还要和发现这个尸体的警察谈一谈 你们可以把他的姓名住址告诉我吗 雷斯推得看了看他的记事本说 他叫约翰乱斯 现在下班了 你可以到肯宁顿花园门路 奥德里大院46号去找他 福尔摩斯把地址寄了下来 他说 医生 走吧 咱们去找他去 我告诉你们一桩对于这个案子有帮助的事情 他回过头来 向这两个侦探继续说道 这是一件谋杀案 凶手是个男人 他高六英尺多 正当中年 照他的身材来说脚小了一点 穿着一双粗皮方头靴子 丑的是印度雪茄烟 他是和被害者一同乘坐一辆四轮马车来的 这个马车是一匹马拉着 那匹马有三只提铁是旧的 右前提的提铁是新的 这个凶手很可能是脸色赤红 右手支架很长 这仅仅是几点迹象 但是这些对于你们两位也许有点帮助 雷斯吹特和格莱森彼此面面相许 露出一种表示怀疑的微笑 雷斯吹特问道 如果这个人是被杀死的 那么又是怎样谋杀的呢 毒死的 福尔摩斯简单的说 然后就大踏步的向外走了 还有一点雷斯吹的 他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说 在德文中 拉起这个字是复仇的意思 所以别再浪费时间去寻找那位 瑞奇尔小姐了 讲完这几句临别赠言以后 福尔摩斯转身就走了 剩下这两位敌手 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我们离开 劳仁斯顿花园街三号的时候 已经是午后一点钟了 福尔摩斯同我到附近的电报局 去拍了一封长电报 然后他叫了一部马车 吩咐车夫把我们送到 Lay Street告诉我们的那个地点 福尔摩斯说 什么也比不上直接取得的证据来的重要 其实这个案子我早已胸有成竹了 可是咱们还是应当把要查明的情况 弄个清楚 我说 福尔摩斯 你真叫我莫名其妙 刚才你所说的那些细节 你自己也不见得像你假装的那样 有把握吧 我的话绝对没错 他回答说 一到那里 我首先便看到 在马路食言旁 有两道马车车轮的痕迹 由于昨晚下雨以前 一个星期都是晴天 所以留下这个深深轮迹的马车 一定是在夜间到那里的 除此以外 还有马蹄的印子 其中有一个蹄印 比其他三个都要清楚得多 这就说明 那只蹄铁是新换的 这辆车子既然是在下雨以后到那里的 同时根据格莱森所说 整个早晨又没有车辆来过 由此可见 这辆马车一定是昨天夜间在那里停留过 因此 也就正是这辆马车把那两个人送到空房那里去的 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我说 但是 其中一人的身高 你又是怎样知道的呢 啊 一个人的身高 十之八九 可以从他的步伐的长度上知道 计算方法虽然很简单 但是现在我一步步的交给你也没有什么用处 我是在屋外的粘土地上和屋内的尘土上量出那个人的步伐的距离的 接着 我又发现了一个验算我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的办法 大凡人在墙壁上鞋子的时候 很自然会在和视线相平行的地方 现在壁上的字迹 离地刚好六英尺 欠之就像儿戏一样的简单 福尔摩斯胸有成竹地回答着我的一个个提问 至于他的年龄呢 我又问道 好的 假如一个人能够毫不费力的一步跨骨四英尺半 他绝不会是个老头 小花园里的永道上就有那样宽的一个水洼 他分明是一步迈过去的 而鸡皮靴子却是绕着走的 方头靴子则是从上面迈过去的 这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我只不过是把我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些观察事物和推理的方法 应用到日常生活上去罢了 你还有什么不解的地方吗 手指甲和印度雪茄烟呢 我又提醒他说 墙上的字是一个人用食指站着写写的 我用放大镜看出写字时有些墙粉被刮了下来 如果这个人指甲修剪过 绝不会是这样的 我还从地板上收集到一些散落的烟灰 它的颜色很深 而且是成片状的 只有印度雪茄的烟灰才是这样 我曾经专门研究过雪茄烟灰 事实上我还写过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呢 我可以夸口 无论什么名牌的雪茄或纸烟的烟灰 只要我看上一眼 就能识别出来 正是在这些细微末节的地方 一个干练的侦探 才与Gleason-Lestrade的滞留有所不同 还有那个红脸的问题呢 我又问道 啊 那就是一个更为大胆的推测了 然而我确信我是正确的 在这个案件的目前情况下 你暂且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吧 我用手摸了摸前额说 我真有点晕头转向了 越想越觉得神秘莫测 比如说 如果真是两个人的话 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怎样进入空屋去的 送他们去的车夫又怎么样了 一个人 怎能迫使另一个人服毒的 血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案子既然不是图残害命 凶手的目的又是什么 女人的戒指又是从哪来的 最要紧的是 凶手在逃走之前 为什么要在墙上写下得文字复仇呢 老实说 我实在想不出怎样把这些问题 一一的联系起来 我的同伴暂许地微笑着 他说 你把暗中疑难之点总结得很简洁很恶药 总结得很好 虽然在主要情节上我也有了眉目 但是还有许多地方仍然不够清楚 至于雷斯锤德所发现的那个血字 只不过是一种圈套 暗示这是什么社会党或是秘密团体干的 企图把警察引入企图罢了 那字并不是个德国人写的 你如果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出 字母A多少是仿照德文样子写的 但是真正的德国人写的却常常是拉丁字体 因此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 这字母绝不是德国人写的 而是出于一个不高明的魔防者之手 并且他做得有点话舌添足了 这不过是想要把侦查工作 引入企图的一个诡计而已 医生 关于这个案子 我不预备再多给你讲些什么了 你知道魔术家一旦把自己的戏法说穿 他就得不到别人的赞赏了 如果把我的工作方法跟你讲得太多的话 那么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福尔摩斯这个人 不过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人物罢了 我回答说 我绝不会如此 侦探术迟早要发展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的 可是你已经差不多把他创立起来了 我的同伴听了这话 而且看到我说话时的诚恳态度 他高兴地涨红了脸 我早就看出 当他听到别人对他的侦探术上的成就加以赞扬时 他就会像任何一个姑娘听到别人称赞他的美貌时一样敏感起来 他说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穿漆皮靴和穿方头靴的两个人是同乘一辆车子来的 而且好像非常友好似的 大概还是绑子挽着绑子一起从花园中小路上走过 他们进了屋子以后 还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更确切地说 穿漆皮靴子的是站立不动 而穿方头靴子的人却在屋中不停地走动 我从地板上的尘土上就能看出这些情况来 同时我也能看出 他越走越激动 因为他的步子越走越大 这就说明这一点 他一边走一边说着 终于狂怒起来 于是惨剧就发生了 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你了 剩下的只是一些猜测和议断了 好在咱们已经有了着手工作的好基础 咱们必须抓紧时间 因为我今天下午还要去听阿勒音乐会 听听诺尔曼·尼鲁达的音乐呢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 车子不断地穿过昏暗的大街和凄凉的小巷 到了一条最肮脏最荒凉的巷口 车夫突然把车停了下来 那边就是奥特利大院 他指着一片黑色砖墙之间的狭窄胡同说 你们回来时到这里找我 奥特利大院并不是一个雅观的所在 我们走过一条狭窄的小胡同 便来到一个方形大院 院内地面是用石板铺成的 四面有一些肮脏简陋的住房 我们穿过一群一群衣着肮脏的孩子 穿过一行行晒得褪了色的衣服 最后来到四十六号 四十六号的门上 钉了一个小铜牌 上面刻着乱丝纸牙 我们上前一问 才知道这位警察正在睡觉 我们便走进了前面一间小客室里 等他出来 这位警察很快就出来了 由于被我们打搅了好梦 他有些不高兴 他说 我已经在局里报告过了 福尔摩斯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半磅金币 若有所思的在手中玩弄着 他说 我们想请你从头到尾再亲口说一遍 这位警察两眼望着那个小金币回答说 我很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奉告 那么让我听一听事情发生的经过吧 你愿意怎样讲都可以 罗安斯在马毛尼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他皱起眉头 好像下定决心不使他的叙述中有任何遗漏 他说 我把这事从头说起 我当班的时间是从晚上十点起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夜间十一点钟时 曾有人在白哈特街打架 除此以外 我巡逻的地区都很平静 夜里一点钟的时候开始下起雨来 这时我遇见了哈雷摩奇 他在荷兰树林区一带巡逻的 我们两个人就站在亨瑞埃塔街转角的地方聊天 不久 大约在两点或两点稍过一点的时候 我想该转一遭了 看看布里克斯顿路是不是平静无视 这条路又泥定又偏僻 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只有一辆辆马车从我身边驶过 我慢慢溜达着一边行思着要有热酒喝他一种多美 这时 胡建那座房子的窗口闪闪的射出灯光 我知道劳瑞斯顿花园街的两所房子都是空着的 其中一所的最后一个房客得了伤寒病死了 可是房东还是不愿意修理硬钩 所以我一看到那个窗口有灯光 我就吓了一大跳 疑心出了什么差错 等我走到屋门口 你就站住了 转身又走向小花园的门口 我的同伴突然插嘴说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轮死吓得跳了起来 满脸惊讶 等着一双大眼睛敲着福尔摩斯 天哪 确实那样先生 可是 您怎么会知道的 天晓得 你瞧 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觉得太孤单 太冷清了 我想最好还是找个人和我一起进去 我倒不怕人事上的什么东西 我当时忽然想起 也许这就是那个得了伤寒病死去的人 正在检查那个要了他性命的阴钩吧 这样一想 吓得我转身就走 重新回到大门口去 看看是不是忘得见摸起的提灯 可是连他的影子也瞧不见 也没见到别的人 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吗 一个人也没有先生 连条狗都没有 我只好鼓起勇气 腰走了回去 把门推开 里面静悄悄的 于是我就走进了那间有灯光的屋子里去 只见闭屋台上点着一只蜡烛 还有一只红蜡烛 烛光摇摇不定 烛光下指剑 好了 你所看见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你在屋中走了几圈 并且在死尸旁边跪了下来 然后又走过去推推厨房的门 后来 约翰朗斯听到这里突然跳了起来 满脸惊惧 眼中露出了怀疑的神色 他大声地说道 当时你躲在什么地方 看着这样一清二楚的 我看 这些事都是你不应该知道的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 拿出他的名片 隔着桌子丢给这位警察看 可别把我当作凶手逮捕起来 他说 我也是一条猎犬而不是狼 这一点格莱森和雷斯特特先生都会证明的 那么请接着讲下去 以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鸾斯重新坐了下来 但是脸上狐疑的神气还没消除 我走到大门口 吹起警笔 摸起和另外两个警察就应声而来 当时街上什么都没有吗 是啊 凡是正经点的人早都回家了 这是什么意思 警察笑了一笑说 我这辈子见过的罪汉可多了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像那个家伙那样烂醉如泥的 我出来的时候 他正站在门口 靠着栏杆 放开嗓门 大声唱着Calling般唱的那段小调 或是这一类的歌子 他简直连脚都站不住了 真没办法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福尔摩斯问道 福尔摩斯这样一打岔 约翰乱斯好像有些不高兴 他说 他倒是个少见的罪鬼 如果我们不那么忙的话 他免不了又被送到警察局去呢 他的脸 他的衣服 你注意到没有 福尔摩斯忍不住又插嘴问道 我想当时我确实注意到了 因为我和摩奇还搀扶过他 他是一个高个子 红脸 下背一圈长着 这就够了 福尔摩斯大声说道 后来他又怎么样了 我们当时够忙的了 哪有功夫去照管他 他说 接着 这位警察又颇为不满地说 我敢打赌 他满人的回家的路呢 他穿着什么衣服 一件棕色外衣 手里有没有拿着马鞭子 马鞭子 没有 他一定是把他丢下来 我的伙伴嘟囔着说 后来你看见 或者听见有辆马车过去吗 没有 这个半磅金币给你 我的同伴说着就站起身来 戴上帽子 刷丝 我恐怕你在警察大队里 是永远不会高升了 你的那个脑袋 不该光是个装饰 也该有点用处才对 昨夜你本来可以捞个警长干干的 昨夜在你手里的那个人 就是这件神秘案子的线索 现在我们正在找他 这会再争论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告诉你 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走吧医生 说着 我们就一起出来寻找我们的马车 剩下那个警察还在半信半疑 但是显然觉得不安 我们坐着车子回家的时候 福尔摩斯狠狠地说 这个大傻瓜 想想看 碰上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却把他白白地放过了 我简直还是追在无礼物中 诶 诚然 这个警察所形容的那个人 和你所想象的那人的情况正好一样 但是 他干嘛要去而复返呢 这不像罪犯应有的行径吧 戒指先生 戒指 他回来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咱们要是没有别的法子捉住他 就可以拿这个戒指当作吊尔 让他上钩 我一定会捉住他的医生 我敢和你下2比1的赌注打个赌 我可以逮住他 这一切我倒要感激你了 要不是你 我还不会去呢 那么我就要失掉这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好的研究机会了 咱们叫他做 血字的研究 好吧 咱们何妨使用一些美丽的磁藏呢 在平淡无奇的生活纠葛里谋杀案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中间 咱们的责任就是要去揭露他 把他从生活中清理出来 彻底的加以暴露 咱们先去吃饭 然后再去听听诺尔曼尼路达的音乐演奏 哦 他的执法和功法简直妙极了 他演奏萧邦的那段什么小曲子真是妙极了 这位非官方侦探家靠在马车上像只云雀似的唱着不停 我再默默沉思着 人类的头脑真是无所不能啊 上午忙碌了一阵 我的身体实在有点吃不消 因此下午就感到疲倦一击 在福尔摩斯出去听音乐会以后 我就躺在沙发上 尽量想睡他两个小时 可是怎么也办不到 由于所发生的种种情况 使我的心情过分激动 脑子里充满了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和猜测 只要我一盒眼 那个被害者的扭歪的像猴子似的面貌 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给我的印象是万分丑恶 对于把这样一个长相的人 从世上除掉的那个凶手 我除了对他感激之外 很难有其他的感觉 如果相貌真的可以说明一个人的罪恶的话 那一定就是像这位克里夫兰城的 尼尼尔克追伯的尊容了 虽然如此 我认为问题还是应当公平处理 在法律上被害人的罪行 并不能抵消凶手的罪 我的伙伴推测说 这个人是中毒而死的 我越想越觉得这个推测很不平常 我记得福尔摩斯嗅过死者的嘴唇 我确信他一定已经侦查出某种事物 才会使他有这样的想法 况且 尸体上既没有伤痕 又没有勒死的迹象 如果说不是中毒而死 那么致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地板上大摊的血迹又是谁的 屋里既没有发现扭打的痕迹 也没有找到死者用来击伤对方的凶情 只要这一类的问题得不到解答 我觉得不管是福尔摩斯还是我 要想安睡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的那种镇静而又充满自信的神态 使我深信他对于全部情节早有见解 虽然他的内容究竟如何 我一时还不能猜测出来 福尔摩斯回来得非常晚 我相信他绝不可能听音乐会一直到这么晚 他回来的时候 晚饭早已经摆在桌上了 今天的音乐太好了 福尔摩斯说着就坐了下来 你记得达尔文对音乐的见解吗 他认为远在人类有了说话的能力以前 人类就有了创造音乐和欣赏音乐的能力了 也许这就是咱们所以不可思议的 抑郁受到音乐感染的缘故 在咱们心灵的深处 对于世界混沌初期的那些朦胧岁月 还遗留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记忆 我说 这种见解似乎过于广泛 福尔摩斯说 一个人如果要想说明大自然 那么他的想象领域 就必须像大自然一样的广阔 怎么回事 你今天和平常不大一样啊 布里克斯顿路的案子 把你弄得心神不宁了吧 福尔摩斯一眼看穿了我的心事 我说 说实在的 这个案子确实使我心神不宁 通过阿富汗那番经历之后 我原应该锻炼了坚强些的 在麦王德战役中 我也曾亲眼看到自己的伙伴们 血肉横飞的情景 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害怕 这一点我能够理解 这件案子有一些神秘莫测的地方 因而才引起了想象 如果没有想象 恐惧也就不存在了 你看过晚报了吗 没有 晚报把这个案子叙述的相当详尽 但是却没有提到台诗时 有一个女人的结婚戒指掉在地板上 没有提到这一点倒是更好 为什么 你看看这个广告 福尔摩斯说 今天上午 这个案子发生后 我立刻就在各家报纸上 登了一则广告 他把报纸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他所指的地方 这是失误赵领兰的头一则广告 广告内容是 金晨在布里克斯顿路 白鹿酒馆和荷兰树林之间 使得结婚金戒指一枚 失者请于今晚八十至九十 向贝克街二百二十一号以 华生医生处洽领 请你不要见怪 福尔摩斯说 广告上用了你的名字 如果用我的名字 这些笨蛋侦探中 有些人也许就会识破 他们就要从中插手了 这倒没有什么 我回答说 不过 假如有人前来领取的话 我可没有戒指 啊 有的 他说着 就交给了我一只戒指 这个满能对付过去 几乎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那么你预料 谁会来领取这项失误呢 啊 就是那个穿棕色外衣的男人 咱们那位穿方头靴子的红脸朋友 如果他自己不来 他也会打发一个同党来的 难道他不会觉得这样做太危险吗 绝不会 如果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不错的话 我有种种理由可以自信我没有看错 这个人宁愿冒认可危险 也不愿失去这个戒指 我认为戒指是在他俯身查看追过尸体的时候掉下来的 可是当时他没有察觉 离开这座房子以后 他才发觉他把戒指丢了 于是又急忙回去 但是 这时他发现 由于他自己粗心大意 没有把蜡烛熄掉 警察已经到了屋里 在这种时候 他在这座房子的门口出现 很可能受到嫌疑 因此 他不得不装作鸣鼎大罪的样子 你无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他把这件事仔细地思索一遍以后 他一定会想到 也可能是他在离开那座房子以后 把戒指吊在路上了 那么怎么办呢 他自然要急忙地在晚报上寻找一番 希望在招领栏中能够有所发现 他看到这个广告后 一定会非常高兴 简直要喜出望外来 怎么还会害怕这是一个圈套呢 在他看来 寻找戒指 为什么就一定要和暗杀这件事有关系呢 这是没有道理的 他会来的 他一定会来的 一小时之内你就能够见到他了 他来了以后又怎么办呢 我问道 啊 到时候你让我来对付他 你有什么武器吗 我有一支旧的军用左轮手枪 还有一些子弹 你最好把他擦干净 装上子弹 这家伙准是一个亡命徒 虽然我可以出其不意地捉住他 但是还是准备一下 以防万一的好 我回到卧室 照他的话去做了准备 当我拿着手枪出来的时候 只见餐桌已经收拾干净 福尔摩斯正在摆弄着他心爱的玩意儿 信手拨弄着他的提琴 我进来时 福尔摩斯说 案情越来越有眉目了 我发往美国的电报 刚刚收到了回电 证明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急忙问道 是那样吗 我的提琴换上心弦就更好了 福尔摩斯说 你把手枪放在衣袋里 那个家伙进来的时候 你要用平常的语气跟他谈话 别的我来应付 不要大惊小怪 以免打草惊蛇 我看了一下我的表说 现在八点了 是啊 或许几分钟之内他就要到了 把门烧开一些 行 把钥匙插在门里面 谢谢你 这是我昨天在书摊子上偶然买到的一本珍惜的古书 书名叫《论各民族的法律》 是用拉丁文写的 1642年在比利时列日出版的 当这本棕色平面的小书出版的时候 查理的脑袋还牢靠的长在他的脖子上 印刷人是谁 是菲利普德克罗伊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书面飞页上写着 古雷米华特藏书 莫斯尔早已经退了色 也不知道威廉华特是谁 大概是一位十七世纪实证主义的法律家 连他的书法都带着一种法律家的风格呢 我想那个人来了 他说到这里 忽然门上铃声大震 福尔摩斯轻轻地站了起来 把他的椅子向房门口移动了一下 我们听到女仆走过门廊 听到她打开门栓的声音 华省医生住在这儿吗 一个语调粗鲁 但很清晰的人问道 我们没有听到仆人的回答 只听见大门又关上了 有人上楼来了 脚步声慢吞吞的 像是拖着步子在走 我的朋友侧耳听着 脸上显出惊奇的样子 脚步声缓慢地沿着过道走了过来 接着就听见轻微的叩门声 请进 我高声说道 英孙进来的 并不是我们预料中的那个凶神恶煞 而是一位皱纹满面的老太婆 她蹒跚地走进房来 她进来以后 被灯光骤然一照 好像照花了眼 她行过礼后 站在那儿 老眼昏花地瞧着我们 她拿静卵颤抖的手指 不停地在衣袋里摸索着 我看了我的伙伴一眼 只见她显得样样不乐 我也只好装出一副 泰然自若的身起来 这个老太婆 掏出一张晚报 用手指着我们灯的那个广告说 我是为这件事来的 先生们 说着 她又深深湿了一地 广告上说 在布瑞克斯顿路 施得一个结婚金戒指 这是我女儿塞里的 她是去年这个时候才结的婚 她的丈夫在一只英国船上当会计 结果她回来时 发现她的戒指没有了 谁会知道她要怎么样呢 我简直不敢想 她这个人平常就性子急 喝了点酒以后 就更加暴躁了 对不起 是这么回事 昨天晚上她去看马戏 是和 这是她的戒指吗 我问道 老太婆叫了起来 谢天谢地 塞里今天晚上可要开心死了 这正是她丢的那个戒指 我拿起一只铅笔问道 您住在哪儿 洪子低齿区 登肯街十三号 离这儿老远呢 福尔摩斯突然说 布里克斯顿路并不在 洪子低齿区和什么马戏团之间呢 老太婆转过脸去 一双小红眼 锐利地瞧了福尔摩斯一下 她说 那位先生刚才询问我的住坏路并不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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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一上岸 又玩女人 又喝酒 这是你的戒指 索爷太太 我遵照着我伙伴的暗示 打断了她的话头说 这个戒指显然是你女儿的 我很高兴 现在物归原主了 这个老太婆嘟嘟囔囔地说了千恩万谢的话以后 把戒指包好 放入衣袋 然后拖拖拉拉地走下楼去 她刚出房门 福尔摩斯立刻站起跑进她的屋中去 几秒钟以后她走了出来 依然穿上了大衣 系号围巾 福尔摩斯匆忙中说 我要跟着她 她一定是个同党 她会把我带到罪犯那里去 别睡 等着我 客人出去时 大门刚刚碰了一声关好 福尔摩斯就下了楼 我从窗子向外看去 只见那个老太婆有气无力地在马路那边走着 福尔摩斯在她的后边不远处尾随着 这是我心里想 福尔摩斯的全部看法假如不错的话 她现在就要指导虎学了 她用不着告诉我等着她 因为在我没有听到她冒险的结果以前 要想睡觉是绝不可能的事 福尔摩斯出门的时候将近九点钟 我不知道她要去多久 只好呆坐在房里抽着烟斗 翻阅一本《安利莫尔街的伯海尼传》 十点过后 我听见女佣人回房睡觉去的脚步声 十一点钟 房东太太的沉重脚步声从房门前走过 她也是回房去睡觉的 将近十二点钟 我才听到福尔摩斯用钥匙打开大门上弹簧锁的声音 她一进房来 我就从她的脸色看出 她并没有成功 是高兴还是懊恼 似乎一直在她的心里交战着 顷刻之间 高兴战胜了懊恼 福尔摩斯忽然纵声大笑起来 这件事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苏格兰场的人知道 福尔摩斯大声说着 一面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把他们嘲笑得够了 这一回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是他们就是知道了 讥笑我我也不在乎 迟早我会把面子找回来的 我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 我把我失败的情况跟你谈谈吧 这倒没有什么 那个家伙走不多远 就一拳一拐地显出脚痛的样子 他突然停下脚步 叫住了一辆过路的马车 我向他凑近些 想听听他顾车的地点 其实我根本用不着这样急躁 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很大 就是隔一条马路也能听得清楚 他大声说 到洪次低迟区去 登肯街13号 我当时认为他说的是实话 我看见他上车以后 也跟着跳上了马车后部 这是每一个侦探必经的技术 好了 我们就这样向前行进 马车一路未停 一直到了目的地 快到13号门前的时候 我先跳下车来 漫步在马路上闲荡着 我眼见马车停了 车夫跳了下来 把车门打开等候着 可是并没有人下来 我走到车夫面前 他正在黑暗的车厢中到处摸索 嘴里不干不净乱七八糟地骂着 马的那话简直是我从来就没有听到过的 最好听的词了 乘客早已踪迹全无了 我想 他要想拿到车费 恐怕要四处他日了 我们到13号去询问了一下 那里住的却是一位品行端正的表胡将 叫做凯斯维克 从来没有听说 有什么叫做索耶或者丹尼斯的人 在那里住过 我惊奇地大声说道 难道你是说 那个身体虚弱步履蹒跚的老太婆 居然能够瞒过你和车夫的眼 在车走动的时候跳下去了吗 福尔摩斯力声说道 什么老太婆 正该死 咱们两个才是老太婆呢 竟受了人家这样的骗 他一定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而且还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 不仅如此 他还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 他扮演的真是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 显而易见 他是知道有人跟着他的 因此就用了这一招 趁我不被溜职打击 这件事是说明 咱们现在要捉住的那个人 绝不是像我当初想象的那样 仅仅是单独一个人 他有许多朋友 他们甘愿为他冒险 哎 大夫 看样子你像是累坏的 听我的话 请去睡吧 我的确感到很疲乏 所以我就听从他的话 回屋去睡了 留下福尔摩斯一个人 坐在微微燃烧的火炉边 在这万籁聚集的漫漫长夜里 我还听到他那忧郁的琴声 低声回溯 我知道 他仍旧在深思着 他在认真着手解决的 那个奇异的课题 第二天 各家报纸连篇累读地 刊载着所谓 布里克斯顿奇案的新闻 每家报纸都有一则长篇报道 此外 有的还特别写了社论 其中一些消息 连我还没有听说过 我的剪帖布里 至今还保存着不少 关于这个案子的简报 每日电讯报报道说 在犯罪的记录里 再没有比这个悲剧 更为离奇的案子了 被害人用的是德国名字 又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动机 而且墙上还写下了这个狠毒的字样 这一切都说明这是一群亡命的政治犯和革命党所干的 社会党在美国的流派很多 死者无疑是因为触犯了他们的不成文的法律 因而才被追踪到此 遭了毒手 这篇文章简略地提到过去发生的 德国秘密法庭案 矿权案 意大利烧炭党案 布兰威列侯爵夫人案 达尔文理论案 马尔萨斯原理案 以及Richter-Leaf公路谋杀案等案件以后 在文章结尾向政府提出忠告 主张今后对于在英外桥 应予以更加严密之坚实运运 《旗帜报》评论说 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 常常是在自由党执政下发生的 这些暴行之产生 实由于民心动乱和政府权力削弱之故 死者是一位美国绅士 在伦敦城已盘缓数周之久 生前曾在坎波威尔区 托尔奎里下抨解太太的公寓内住过 他是在他的私人秘书 约瑟夫斯坦杰森先生陪同下 做旅行游览的 二人于本月四日星期二 辞别女房东后 急去尤斯顿车站 你搭乘快车去利物浦 当时还有人在车站月台上 看见过他们 以后就踪迹不明了 后来举报载 在里尤斯顿车站数英里远的 布里克斯顿路的一所空屋中 发现了追捕先生的尸体 他如何到达此处 以及如何被害等情况 仍属不可理解的疑团 斯坦杰森下落迄今不明 五人信息 苏格兰厂著名侦探 雷斯吹德和格莱森二人 同时侦查此案 深信此案 不久必有分晓云云 早饭时 弗尔摩斯和我一同读完了这些报道 这些报道似乎使他感到非常有趣 我早就对你说过 不论情况如何 功劳总归是属于雷斯吹德和格莱森这两个人的 那也要看结果如何呀 啊 老兄 这才没有一点关系呢 如果凶手捉到了 自然是由于他们两个人的明免从功 如果凶手逃跑了 他们又可以说 虽然历尽艰辛 但是 不管怎么说 好事总是他们的 坏事永远归于别人 不管他们干什么 总会有人给他们歌功颂德的 有句法国俗语说的好 笨蛋虽笨 但是还有比他更笨的笨蛋 为他喝彩 早饭时 福尔摩斯和我正谈论着 过道里和楼梯上 突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夹杂着房东太太的抱怨声 我不禁喊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针基队贝克杰分队 我的伙伴煞有介事地说 说时 只见六个街头流浪顽童冲降进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十分肮脏 衣衫蓝绿的孩子 你这 福尔摩斯立声喝道 于是 这六个小流氓 就像六个不相样的小泥人似的 一条线的站在那里 以后你们叫维京士一个人上来报告 其余的必须在街上等着 找到了吗 维京士 一个孩子答道 没有先生 我们还没有找到呢 我估计你们也没有找到 一定要继续查找 不找到不算完 这是你们的工资 福尔摩斯每人给了一个先令 好 现在去吧 下一次报告时 我等着你们带来好消息 福尔摩斯挥了挥手 这群孩子就像一窝小耗子似的下楼而去 接着 由街上传来了他们尖锐的喧闹声 福尔摩斯说 这些小家伙一个人的工作成绩 要比一打官方侦探还要来得大 官方人士一露面 人家就闭口不言了 可是这些小家伙什么地方都能去 什么事都能打听到 他们很机灵 就像针尖一样 无缝不入 他们就是缺乏组织 我问道 你是为了 布里克斯顿路的这个案子 雇的他们吗 是的 有一点我想要弄明白 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啊 现在咱们可就要听到些新闻了 你瞧 格莱森在街上向着咱们这里走来了 他满脸都是得意的神色 我知道他是上咱们这儿来的 你看 他站住了 就是他 门铃铃一阵猛响 一眨眼的功夫 这位美发的侦探先生就一步三级的跳上楼来 一直闯进我们的客厅 亲爱的朋友 他紧紧的握着福尔摩斯冷淡的手大声的说道 给我道喜吧 我已经把这个案子弄得像大天白日一样的清清楚楚了 我似乎看出 在福尔摩斯善于表情的脸上略过一丝焦急的汗影 他问道 你是说 你已经搞顺手了吗 对了 真是的 我的老兄 连凶手都捉到了 那么他叫什么名字 阿瑟小鹏姐 是皇家海军的一个中尉 格莱森一面得意的搓着他的一双胖手 一面挺起胸脯骄傲的大声说 福尔摩斯听了这话以后 才如实重负的松了一口气 不觉微笑起来 请坐 抽支雪茄烟吧 他说 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办的 喝点加水威士忌吗 喝点就喝点吧 这位侦探回答说 这两天费了不少劲 可把我累坏了 你明白 体力劳动虽说不多 可是脑子紧张得厉害 各种甘苦你是知道的 福尔摩斯先生 因为咱们都是干的用脑子的活 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 你太过奖了 让我们听听 你是怎样获得这样一个 可喜可贺的成绩的 这位侦探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洋洋自得地 一口口地吸着雪茄 呼得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地说道 哼 真可笑 雷斯吹的这个傻瓜 他还自以为高明呢 可是他完全搞错了 他正在寻找那位秘书 斯坦杰森的下落呢 这个家伙就像一个没有出事的孩子一样的 和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关系 我敢断言 他现在多半已经捉到那个家伙了 他讲到这里得意的呵呵大笑 直笑的喘不过气来 那么 你是怎样得到线索的呢 啊 我全部告诉你们 当然了 华盛医生 这是绝对秘密的 只有咱们自己之间可以谈谈 首先 必须克服的困难 就是要查明这个美国人的来历 有些人也需要登登广告 等待人们前来报告 或是等着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出来 自动报告一些消息 给雷斯的工作方法却不是这样的 你还记得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 福尔摩斯说道 那是从堪布维尔路229号的 约翰安德鲁父子冒店买来的 克莱森听了这话 脸上立刻显出非常沮丧的神情 他说 想不到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 你到那家冒店去过没有 没有 哈 克莱森放下了心 不管看来可能多么小 你也绝不应该把任何机会放过 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来说 任何事物都不是微不足道的 福尔摩斯像是在引用什么质地名言似的 好 我找到了店主安德鲁 我问他是不是卖过一顶这么大号码 这个样式的帽子 他们查了查售货簿 很快的就查到了 这顶帽子是送到一位住在桃尔窥里 小烹解公寓的住客 追捕先生处的 这样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的住址 漂亮 干得很漂亮 福尔摩斯低声称赞 我跟着就去拜访了小烹解太太 这位侦探接着说 我发现他的脸色非常苍白 他的神情十分不安 他的女儿也在房里 他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 当我和他谈话的时候 他的眼睛红红的 嘴唇不住的颤抖 这些自然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于是我就开始怀疑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 你是懂得的 当你发现正确线索时 那是一股什么劲 只觉得浑身舒畅得 使人发抖 我就问道 你们听到你们以前的房客 克里夫兰城的追捕先生 被人暗杀的消息了吗 这位太太点了点头 她似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的女儿却不禁流下眼泪来 我越看越觉得 他们对于这个案情必有所知 我问道 追捕先生 几点钟离开你们这里去车站的 八点钟 他不住的咽着吐沫 压抑着激动的情绪说 他的秘书斯坦杰森先生说 有两班去利物浦的火车 一班是九点十五分 一班是十一点 他是赶第一班火车的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我一提出这个问题 那个女人梳了一下变得面无人色 好大一会儿功夫 他才回答说 是最后一次 可是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沙哑 极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 这位姑娘开口了 她的态度很震惊 口齿也很清楚 她说 说谎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妈妈 咱们跟这位先生还是坦白的说好了 后来 我们的确又见过追捕先生 愿上帝饶恕你 夏丰杰太太双手一声 喊了一声 就向后 你在椅背上了 你可害了你的哥哥了 阿瑟一定也愿意咱们说实话 这位姑娘坚决的回答说 我就说道 你们现在 最好还是全部告诉我吧 这样吞吞吐吐的 还不如根本不谈 况且 你们也不知道 我们究竟掌握了多少情况 都是你 阿瑞斯 他妈妈高声的说 一面又转过身来对我说 我通通告诉你爸先生 你不要以为 一提起我的儿子我就着急 是因为他和这个人命案子 有什么关系 他完全是清白无罪的 可是我顾虑的是 在你们或是别人看来 他似乎是有嫌疑的 但是这是绝不可能的 他的高贵品质 他的职业 他的过去 都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 你最好还是把事实 合盘托出 相信我好了 如果你的儿子 真是清白无罪 他绝不会受到什么委屈的 他说 阿瑞斯 你最好出去一下 让我们两个人谈吧 于是 他的女儿就走了出去 他接着说 哎 先生 我原不想把这些告诉你 可是我的女儿已经说破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法子 我也只好说出来吧 我既然打算说 那就一点也不保留 我说 这才是真聪明啊 追博先生 在我们这里 差不多住了三个星期 他和他的秘书 斯坦杰森先生 一直是在欧洲大陆旅行的 我看到他们 每只箱子上都贴有 哥本哈根的标签 由此可见 那是他们最后到过的地方 斯坦杰森倒是一个 沉默寡言 又涵养的人 可是他的主人 真糟糕 完全不一样 这个人举止粗野 行为下流 在他们搬来的当天晚上 追博就喝得大醉 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 还没有清醒过来 他对女仆们态度轻飘下流 简直令人厌恶极了 最糟糕的是 他竟然又用这样的态度 来对待我的女儿爱丽丝 他不止一次地对他胡说八道 幸好 女儿太年轻 还不懂事 有一次 他居然把我的女儿抱在怀里 紧紧地搂着他 他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 连他的秘书都骂他行为下流 简直不是个人 可是 你为什么还要忍受这些呢 我问道 我想 只要你愿意 你尽可以将房客撵走 夏彭姐太太经我这么疑问 不觉满脸通红 她说 要是在他来的那天 我就拒绝了 那该有多好 可是 就是因为有个诱人之处 他们每人每天房租是一磅 一个星期就是十四磅 况且 现在正是客人稀少的淡季 我是个寡妇 我的儿子在海军里服务 她的花费很大 我实在舍不得白白放过这笔收入 于是我就尽量容忍下来 可是最近这一次 她闹得太不像话了 因此我才距离把她撵走 这就是他们搬走的原因 后来呢 后来 我看她坐车走了 心里才轻松下来 我的儿子现在正在休假 可是这些事 我一点都没有告诉过她 因为她的脾气暴躁 而且 她又非常疼爱她的妹妹 这两个人搬走以后 我关上了大门 心里才算去了一个大哥的 天哪 还不到一个钟头 又有人叫门 原来是追捕又回来了 她的样子很兴奋 显然又喝得不少 她一头闯进房来 当时我和我的女儿正在房里坐着 她就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什么 她没有赶上火车 后来她冲着艾丽丝 她竟敢当着我的面 和艾丽丝说起话来 并建议她和她一起逃走 她对我女儿说 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任何法律也不能管你了 我有的是钱 不必管这个老婆子了 现在马上跟我走吧 你可以像公主一样的享福 可怜的艾丽丝非常害怕 一直躲着她 可是她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硬往门口拉 我吓得大叫起来 就在这时候 我的儿子阿瑟走了进来 以后发生的事 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听到 又是叫骂 又是扭打 乱成一片 可把我吓坏了 吓得我连头都不敢抬 后来抬起头来一看 只见阿瑟站在门口大笑 手里拿着一根木棍 阿瑟说 我想这个火宝 再也不会来找咱们的麻烦了 让我出去跟着他 看看到底干些什么 说完这话 他就拿着帽子 向街头跑去 第二天早晨 我们就听到了追博先生 被人谋杀的消息 这就是夏鹏姐太太亲口说的话 她说是喘一阵停一阵 有时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低 我简直听不清楚 可是 我把他所说的话 全部速记下来 绝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福尔摩斯打了一个哈欠 说道 这的确很动听 后来又怎么样了 这位侦探又说了下去 夏鹏姐太太停下来的时候 我看出了全案关键的所在 于是 我就用一种对待父女 行之有效的眼神紧盯着他 追问他儿子回家的时刻 我不知道 他回答说 不知道 实在不知道 他有一把弹簧锁的钥匙 他自己会开门进来的 你睡了以后 他才回来的吗 是的 你几点钟睡的 大概是十一点 这样说来 你的儿子 最少出去有两个小时了 是的 可不可能 出去了四五个小时 也有可能 在这几个钟头里 他都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 他回答说 说是嘴唇都白了 当然 说到这里 别的就用不着多问了 我找到夏鹏姐中尉的下落之后 就带着两个警官 把他逮捕了 当我拍拍他的肩头 警告他 老老实实跟我们走的时候 他竟肆无忌惮地说 我想你们抓我 是因为我和那个坏蛋 追捕的被杀有关吧 我们并没有向他提起这件事 他倒是自己先说出来了 这就更令人觉得可疑了 十分可疑 福尔摩斯说 那时 他还拿着他母亲所说的 追击追捕用的那个大棒子 是一根很结实的橡木棍子 那么你的高剑如何 啊 根据我的看法 他追捕一直追到了 布里克斯顿路 这时 他们又争吵起来 争吵之间 追捕挨了狠狠的一棒子 也许正打在心窝上 所以虽然送了命 却没有留下任何伤痕 当野鱼很大 附近又没有人 于是 夏鹏姐就把尸首 拖到那所空屋里去 至于蜡烛 血迹 墙上的字迹和戒指等等 还不过是想把警察 引入迷途的一些花招吧 福尔摩斯以称赞的口气说 做得好 格莱森 你实在大有长进 看来你迟早会出人头地的 这位侦探骄傲地答道 我自己认为 这件事办得总算干净利落 可是这个小伙子自己却共撑 他追了一程以后 追捕发掘了他 于是就坐上了一部马车逃走了 他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一位过去船上的老同事 他陪着这位老同事走了很久 可是 问到他这位老同事的住址时 他的回答却并不能令人满意 我认为这个案子的情节 前后非常吻合 好笑的是雷斯追的 一开始他就走上了歧途 我恐怕他不会有什么成绩的 正说他 他就来了 进来的人果然是雷斯追的 我们谈话的时候 他已经上了楼 跟着就走进屋来 平常 无论从他的外表行动 还是衣着上 都看得出来那种洋洋自得 和信心百倍的气派 现在都消失不见了 只见他神色慌张 愁容满面 衣服也凌乱不堪 他到这里来 显然是有事要向福尔摩斯求教的 因为当他一看到他的同事 并显得扭捏不安 手足无措起来 他站在房子中间 两手不住地摆动着帽子 最后他说道 这的确是个非常离奇的案子 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格莱森得意地说道 哈哈 你也这样看吗 雷斯追的先生 我早就知道 你会得出这样结论的 你已经找到 那个秘书先生 谭杰森了吗 雷斯追的心情沉重地说 那位秘书斯坦杰森先生 今天早晨六点钟左右 在豪利代旅馆 被人暗杀了 雷斯追的给我们带来的消息 既重要又突然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我们听了以后 全都惊愕不已 哑口无言 格莱森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竟把杯中剩下的威士忌酒 泼翻了 我默默地注视着福尔摩斯 只见他嘴唇紧闭 一双眉毛 紧紧地压在眼睛上面 福尔摩斯难难地说 斯坦杰森也被暗杀了 暗情更加复杂了 早就够复杂的了 雷斯追的抱怨着说 一面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简直像参加什么军事会议一样 一点头绪也摸不着 你 你的消息可确实吗 格莱森结结巴巴地问道 雷斯追的说 我刚从他住的房间那里来 我还是第一个发现这个情况的人呢 福尔摩斯说 我们刚才正在听着 格莱森对于这件案子的高见 可否也请你 把你所看见的和所做的事情 告诉我们知道 我不反对 雷斯追的于是坐了下来 回答说 我坦白承认 我原来认为追捕的被害 是和斯坦杰森有关的 这个新的发展 使我明白我完全弄错了 我报定了这样一个想法 于是就着手侦查这位秘书的下落 有人曾在三日晚间八点半钟前后 在尤斯顿车站 看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四日凌晨两点钟 追捕的尸体就在 布里克斯顿路被发现了 我当时面临着的问题 就是要弄清楚 从八点半以后 一直到谋杀案发生的这段时间之内 斯坦杰森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后来他又到哪里去了 我一面给利物浦拍了个电报 说明斯坦杰森的外貌 并且要他们监视美国的船只 一面就在尤斯顿车站附近的 美加旅馆和公寓里查找 你们瞧 当时我是认为 如果追捕和他的朋友已经分手 按常理来说 斯坦杰森当天晚上 必然要在车站附近 找个地方住下 第二天早晨 他才会再到车站去 福尔摩斯说 他们很可能 先约好了会面的地点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昨天我整整跑了一个晚上打听他的下落 可是毫无结果 今天早晨 我很早又开始查访了 八点钟 我来到了小桥之街的浩呆里旅馆 在我询问是否有一位斯坦杰森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立刻回答说有 他们说 你一定就是他所等候的那位先生了 他等候一位先生已经等了两天了 他在哪里 我问道 他还在楼上睡着呢 他吩咐过到九点钟才叫醒他 我说 我要立刻上去找他 我当时是那么盘算的 我出其不意的出现 可能使他大吃一惊 在他措手不及之中 也许会吐露些什么出来 一个擦鞋的茶坊自愿领我上去 这个房间是在三楼 有一条不长的走廊可以知道 茶坊把房门指给我看了以后 正要下楼 我突然看到一种景象 是我十分恶心 要想呕吐 我虽然有二十年的经历 这事也不能自持 一条曲曲弯弯的血迹 由房门下边流了出来 一直流过走道 会及在对面墙角下 我不由他大叫一声 这个茶坊听到这一声后 就转身走了回来 他看见这个情景 吓得几乎昏了过去 房门是倒锁着的 我们用肩把它撞开 进入室内 屋内窗户洞开 窗子旁边 躺着一个男人的尸体 身上穿着睡衣 全驱成一团 他早就断了气 四肢已经僵硬冰凉了 我们把尸体翻过来一敲 擦鞋人 立刻认出 这就是这间房子的住客 命叫斯坦杰森 致死的原因是 身体左侧 被人用刀刺入很深 一定是伤了心脏 还有一个最奇怪的情况 你们猜猜看 死者脸上有什么 我听到这里 不觉毛骨悚然 感到十分可怕 福尔摩斯却立刻答道 是拉起这个字 用斜写的 正是这个字 雷斯瑞德说 话音中还带着恐惧 一时之间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 这个暗藏凶手的暗杀行为 似乎很有步骤 同时又是难以理解的 因此 也就使得他的罪行 更加可恶 我的神经 虽在死伤遍野的战场上 也很坚强 但是一想到这个情景 却难免不寒而栗 雷斯瑞德接着说 有人看见过这个凶手 一个送牛奶的孩子 在去牛奶房的时候 偶然经过旅馆后面的 那条小胡冲 这条小胡冲 是通往旅馆后面 马车房的 他看到平日放在地上的 那个梯子竖了起来 对着三楼的一个窗子 这个窗子打开着 这个孩子走过之后 曾经回过头来瞧了瞧 他看到一个人从梯子上下来 只见他不慌不忙 大大方方的走了下来 这个孩子还以为是旅馆里的木匠 在做活呢 所以他也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人 不过心里只是觉得 这时上工未免太早罢了 他仿佛记得这个人 是一个大个子 红红的脸 身上穿着一件长长的棕色外衣 他在行凶之后 一定是在房里还停留过一会儿 因为我们发现脸盆水中有血 说明凶手是曾经洗过手 床单上也有血迹 可见他行凶以后还从容地擦过刀子 一听到凶手的身形面貌 和福尔摩斯的推断十分吻合 我就瞧了他一眼 可是他的脸上并没有丝毫得意的样子 福尔摩斯问道 你在屋里 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提供击捕凶手的线索吗 没有 斯坦杰森身上带着追捕的钱袋 但是看来平常就是他带的 因为他是掌管开支的 钱袋里有八十多磅现款 分文不少 这些犯罪行为看来不平常 他的动机不管是什么 但绝不会是谋财害命 被害人一代里也没有文件或日记本 只有一份电报 这是一个月以前从克里夫兰城打来的 电文是J.H.现在欧洲 这份电文没有署名 福尔摩斯问道 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了 床上还有一本小说 是死者临岁时阅读的 他的烟斗放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 桌上还有一杯水 窗台上有个成药膏的木匣 里面有两粒药丸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猛的站了起来 他高兴的喊了起来 他没非色舞的大声说道 这是最后的一环了 我的论断现在算是完整了 两位侦探惊异地瞧着他 我的朋友充满信心的说 我已经把构成这个截子的每条线索 都掌握在手中了 当然细节还有待补充 但是从追捕在火车站和斯坦杰森分手起 到斯坦杰森的尸体被发现为止 这中间所有主要的情节 我都已经一清二楚 就好像我亲眼看见一般 我要把我的见解给你们提出一个证明来看看 你把那两粒药丸带来了吗 在我这里 雷斯菲特说着就拿出一只白白的小匣子来 哎 药丸 钱袋 电报都带来了 我本想把这些东西放在警察分局里比较稳当点的地方 我把药丸拿来 只是出于偶然 我必须声明 我认为这不是一件什么重要的东西 请拿给我吧 福尔摩斯说 喂 大夫 他又转向我说 这是平常的药丸吗 这些药丸的确不平常 珍珠式的灰色 小而圆 迎着亮光看简直是透明的 我说 从分量轻和透明这两个特点看来 我想药丸在水中能够溶解 嗯 正是这样 福尔摩斯回答说 请你下楼把那条可怜的狗抱上来好吗 这个狗一直病着 房东太太昨天不是还请你把他弄死 免得让他活受罪吗 我下楼把狗抱了上来 这只狗呼吸困难 眼光呆滞 说明他活不了多久了 的确 他那雪白的嘴头就能说明 他早就远远的超过一般狗类的寿命了 我在地毯上放了一块垫子 然后把它放在上面 我现在把其中的一粒切成两半 福尔摩斯说着 就拿出小刀把药丸切开 半粒放回河里留着浆来用 这半粒我把它放在酒杯里 杯里有一池水 大家请看 咱们这位大夫朋友的话是对的 他马上溶解在水里了 这可有意思 雷斯推德带着生气的声调说 他以为福尔摩斯在捉弄他 但是我看不出来这和斯坦杰森的死 又有什么关系 耐心些我的朋友 耐心些 到时候你就明白 它是大有关系的了 现在我给他加上些牛奶就好吃了 然后把它摆在狗的面前 它会立刻舔光的 他说着 就把酒杯里的液体倒到盘子里 放在狗的面前 他很快的就把它舔了更干净 福尔摩斯认真的态度 已经使我们深信不疑了 我们都静静地坐在那里 留心地看着那只狗 并期待着某种惊人的结果发生 但是 什么特别现象也没有发生 这只狗依旧躺在垫子上 吃力地呼吸着 很明显 药丸对它既没有什么好处 也没有什么坏的影响 福尔摩斯早已掏出表来 瞧着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 可是毫无结果 他的脸上显得极端懊恼和失望 他咬着嘴唇 手指敲着桌子 表现出十分焦急的样子 他的情绪极为激动 我的心中也不由地替他难过 可是 这两位官方侦探的脸上 却显出讥讽的微笑 他们很高兴看到福尔摩斯受到挫折 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事 福尔摩斯终于大声地说出话来 一面站了起来 在室内情绪焦躁地走来走去 绝不可能仅仅是由于巧合 在追捕一案中 我一心会有某种药丸 现在这种药丸在斯坦杰森死后真的发现了 但是它们竟然不起作用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肯定地说 我所做的一系列的推论绝不可能发生谬误 绝不可能 但是这个可怜的东西并没有吃出毛病来 啊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福尔摩斯高兴地尖叫了一声 跑到药盒前取出另外一粒 把它切成两半 把半粒融在水里 加上牛奶放在狗的面前 这个不幸的小动物甚至连舌头还没有完全干湿 它的四条腿便筋软颤抖起来 然后就像被雷电击毙一样 直挺挺地死去 福尔摩斯长长地叙了一口气 擦了在额头上的汗中 我的信心还不够坚强 刚才我就应该体会到 如果一个情节似乎和一系列的推论相矛盾 那么这个情节必定有其他某种解释方法 那个小侠里的两粒药丸 一粒是烈性的毒药 另外一粒则完全无毒 其实在我没有看到这个小盒子以前早就应该推论到的 我认为福尔摩斯最后所说的那段话过于惊人 很难使人相信它是神志清醒的 但是死狗又明明地摆在眼前 证明它的推断是正确的 我似乎觉得我脑子里的疑云已逐渐消失 我开始对于案子的真相有了隐隐约约的认识 福尔摩斯继续说道 这一切你们听来似乎都觉得奇怪 因为你们在开始侦查的时候 就没有领悟到摆在你们面前的 那个唯一正确线索的重要性 我幸而抓住了这个线索 此后所发生的每件事 都足以用来证实我最初的设想 这些事也确实逻辑的必然结果 因此那些使你们大惑不解 并且使案情更加模糊不清的事物 却会对我有所启发 并且能加强我的论断 把奇怪和神秘混为一谈 这是错误的 最平淡无奇的犯罪行为 往往却是最神秘的 因为他看不出有什么新奇或特别的地方 足以作为推理的根据 如果这个案子里被害者的尸体是在大陆上发现的 而且又没有任何使这个案子显得突出的那些超出常规和害人听闻的情节 那么这个谋杀案解决起来就要困难的多了 所以说 情节奇特不但丝毫没有增加解决案子的困难 反而使办案的困难减少了 格莱森先生听着这番议论时 一直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这时他再也忍耐不住了 他说 你看 弗尔摩茨先生 我们都承认你是一个精英强干的人 而且你也有你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 可是我们现在要求你的不单是空谈理论和说教 而是要捉到这个凶手 我已经把我所进行的情况说出来了 看来我是错了 夏鹏姐这个小伙子是不可能牵连到第二个谋杀案里去的 雷斯吹的一位追踪着他的那个斯坦杰森 看来他也是错了 你东说一点西说一点就似乎比我们知道的多 但是现在是时候了 我认为我们有权利要求你痛痛快快的说出 你对于这个案情究竟知道多少 你能指出凶手的姓名吗 雷斯吹的也说道 我不能不认为格莱森的说法是对的 先生我们两个人都试过了 而且我们也都失败了 从我到你这里来以后 你就不止一次的说 你已经获得了你所需要的一切证据 当然现在你不应该再把他觅而不宣了 我说如果还迟迟不去捉纳凶手 他就可能有机会又干出新的暴行来了 我们大家这样一逼 福尔摩斯反而显出迟疑不决的样子 他不停地在房里走来走去 头垂在胸口上紧皱着眉 他思索是总是这样的 不会再有暗杀发生了 最后他突然站定对着我们说 你们可以放心 这一点已不成问题了 你们问我是不是知道凶手的姓名 我知道 但是仅仅知道凶手的名字那算不了什么 如果把凶手捉到才算真有本领 我预料很快我就能把他捉住了 对于这件工作 我很愿意亲自安排 亲自下手 但是方法要细致周到 因为咱们要对付的是一个非常凶恶而又狡猾的人 而且曾有事实证明 他还有一个和他一样激进的人在帮助他 只要这个凶手感觉不出有人能够获得线索的话 那就有机会可以捉住他 但是 只要他稍有怀疑 他就会更名改姓 立即消失在这个大城市的四百万居民之中了 我绝无意伤害你们两位的感情 但是我必须说明 我认为官方侦探绝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请求你们协助的原因 如果我失败了 当然 没请求你们协助这一层 我不能辞起救 但是 我准备承担这个责任 现在我愿保证 只要对于我全盘筹划没有危害 到时候 我就一定立刻告诉你们 格雷森和雷斯吹德对于福尔摩斯的保证 以及对于官方侦探的轻蔑的嘲讽极为不满 格雷森听了之后 满脸通红 一直红到发根 雷斯吹德瞪了一对滚圆的眼睛 闪烁着既惊异又恼怒的神色 但是 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听见门外有人敲门 原来正是街图流浪儿的代表 那个微不足道的小威敬斯驾到 威敬斯举手敬礼说 先生 请吧 马车已经喊到了 就在下面 好孩子 福尔摩斯温和的说 你们苏格兰厂为什么不采用这样的手铐呢 他继续说道 一面从抽屉里拿出一副钢手铐来 请看锁黄多好用 一碰就卡上了 雷斯吹德说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代用的人 这种老式的也竟够用了 很好 很好 福尔摩斯一面说 一面微笑了起来 最好让马车夫来帮我搬箱子 去叫他上来 微警司 我听了这话 不禁暗自诧异 因为照我伙伴的说法 似乎他是要出门旅行去 可是 他却一直没有对我说起 房间里只有一只小小的旅行皮箱 他就把他拉了出来 忙着系箱上的皮带 他正在忙着的时候 马车夫走进房来 这夫请帮我扣好这个皮带扣 福尔摩斯屈膝在那里弄着皮箱 头也不回地说 这个家伙紧绷着脸 不大愿意地走向前去 伸出两只手 正要帮忙 说是迟那是快 只听着钢手扣咔他一响 福尔摩斯突然跳起身来 先生们 他两眼炯炯有神地说道 让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杰弗逊侯伯先生 他就是杀死 追博和斯坦杰森的凶手 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 我简直来不及思索 在这一瞬间 福尔摩斯脸上的胜利表情 他那响亮的语声 以及马车夫眼看着闪亮的手铐 像魔术似的 一下子靠上他的手腕似的 那种茫然 凶蛮的面容 直到如今我还记忆犹新 历历在目 当时 我们像塑像似的待住了 一两秒钟之久 然后马车夫愤怒地大吼一声 挣脱了福尔摩斯的掌握 向窗子冲去 他把木框和玻璃状的粉碎 但是就在马车夫正好钻出去的时候 格雷森 雷森特和福尔摩斯就像一群猎狗似的一拥而上 把他揪了回来 一场激烈的斗殴开始了 这个人凶猛异常 我们四个人一再被他击退 他似乎有了一股疯子似的蛮劲 他的脸和手在跳窗时割破得很厉害 血一直在流 但是他的抵抗并未因此减弱 直到雷森特用手卡住他的脖子 使他透不过气来 他才明白 挣扎已经无济于事了 就是这样 我们还不能放心 于是我们又把他的手和脚都捆了起来 捆好了以后 我们才站起身来 不住的喘着气 他的马车在这里 福尔摩斯说 就用他的马车 把他送到苏格兰场去吧 好了先生们 他高兴的微笑的说 这件小小的神秘莫测的案子 咱们总算搞得告一段落了 现在 我欢迎各位提出任何问题 我绝不会再拒绝答复